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立法院的修宪 第八届修宪委员会 第一场公厅会 从今天开始到5月11号 我们每一周原则 像今天是礼拜四 是一场 然后从下礼拜开始 每一个礼拜有两场 那么一直到5月11号 那这一次的所有的修宪的提案 到目前为止有14个提案 我们修宪委员会有5位召集委员 我们经过5位召委的共同的会议结论 大家共同的默契跟做法就是 如果没有再提出来正式成案的修宪的议案 没有经过院会交下来 我们就不在公厅会来讨论 所以我们在每一场公厅会讨论的议题 都是已经有经过党团或者委员的提案 正式院会交下来成案 我们才作为公厅会 请教所有党派的学者专家 那第二点 今天的公厅会的时间 虽然表定是到2点半 但是我想为了时间 让各位学者专家 难得来充分的表达 所以原则上我是以3点钟为结束的基准 那一共我们安排了两轮的发言 所以今天的发言原则上 也特别要像我们招委李俊逸委员 还有李英元委员来报告 原则上我就不特别安排 我们本会的委员来发言 因为今天我们是来就教于 各党派的学者专家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尽量都留给 所有的学者专家教授 那今天我们的发言的时间 第一轮每一位学者专家 我们是以8分钟 8分钟 因为我们今天一共有15位的学者专家 那根据我们招委会议的共识 由国民党推荐7位 由民进党推荐5位 由台湾团结联盟推荐1位 由立院新联盟推荐1位 那其他不足的部分 再由我当周轮值的招委 再来做决定 如果没有推荐的话 所以我想今天发言的两轮 都是以8分钟为标准 那发言的顺序 我就以签到的顺序为发言顺序 我想这样的话 应该也是很公平 然后首先我先来介绍 今天来与会的学者专家 我就按照立法案给我准备的资料 由国民党党团推荐 第一位是东吴大学政治系 及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谢正宇 谢教授 谢谢您 第二位是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 专任教授兼系主任 杨泰顺 杨教授 谢谢您 第三位是黄国中黄律师 谢谢您 第四位是政治大学政治系 孙善豪 孙教授 谢谢您 第五位是东吴大学法律系 兼任助理教授 叶庆元 叶律师 还没有到 那第六位是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 兼任助理教授 苏子乔 苏教授 谢谢您 第七位是巴黎大学第一大学 博士候选人 李隼城 李教授 谢谢 然后接着介绍民主进步党 所推荐的 第一 市政工市教授还没有到 第二 我先来介绍 我们考试员顾问 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林嘉诚 林教授 谢谢您 中央研究院 法律所 助理研究员 苏彦涂 苏助理研究员 谢谢您 法国巴黎大学第一大学 工法学博士候选人 徐有为 许先生 谢谢您 社团法人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 联盟 秘书长 叶大华 叶秘书长 谢谢您 接着介绍 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推荐 台湾安全促进会 会长 陈茂雄 陈会长 谢谢您 接着介绍立法院新联盟政团推荐 中国文化大学 法学院教授李福殿 李教授 谢谢您 好 那我们今天的工厅会的主要的三个焦点 也特别向所有的学者来报告 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由当周的招委来做决定 但是我们五位招委都有共同的默契 就是所有的工厅会会把所有的修宪的议案 全部都把它涵盖 所以在今天如果没有涵盖在我这里面的范围 会在后续的招委 他们所安排的工厅会当中 会全部都会拿出来做通讨论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有三个焦点 第一个是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 后时政府的民理基础来讨论 我们国家民主化与投票年龄相关的机制 也就所谓的公民投票权要不要降到18岁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是有关隔魁同意权的行使 从这个地方来讨论 包含附属权与避免总统滥用解散国会权 谈总统行政院与立法院的互动机制之调和 这是第二个议题 第三个议题是 大家关切的内阁制的相关的问题 就从内阁制来作为台湾政治朝野互动僵局的可能解决方案 谈官员得由立法委员兼任 以强化施政民理基础 促进行政与立法之政治协调 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三个主要的议题 李伟 请李应为 他有个程序话 谢谢 主席 首先欢迎我们各界的学者专家 真的是非常高兴 在这个重要的宪法时刻 大家能够特别抽空 在繁忙的教学或研究之余 来贡献这个智慧 非常欢迎 非常谢谢 但是就主席刚刚讲 当然是今天是以学者专家为主 但是我认为如果有互动 应该会对这样整个的工厅会 会那个成效 还是那个成就应该会大一点 所以我本期是建议这样 是不是一轮发言完之后 学者专家先一轮发言完之后 委员如果要发言 大概是三分钟五分钟 原则上三分钟了 这样如果有一个互动 我认为学者专家也比较觉得 这个国会对这个提出来高见的一个重视 我觉得这样生产力可能更高一点 以上请指教 好 本期也同意林英委员的建议 那我就修正 就是我们先请学者专家完成第一轮 他们的发言之后 在第二轮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在场的本院的委员有意见的话 那本院的委员 我看我们就三分钟就好 好不好 我们就时间 尽量缩短 三分钟就可以了 每一个人 我跟你说我们的委员 哪有意见三分钟就好了 他们第一轮说了 还没进去第二轮的时候 哪有意见 哪有三分钟 然后我们就来进入第二轮 好不好 好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大家 立法院本来就是大家共同协商的一个机制 好 我们现在就把握时间 我就依先到的顺序 来请学者专家来发言 首先第一位 我们请东吴大学谢正宇谢教授 主席各位在座的委员 各位学者专家的朋友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作为这个时候的修宪 全国关注的对象 在九合一选举之后 大家觉得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根源 没有解决 非常多的人士觉得 过去很多党派都是一种 把所谓的不管是政治问题 或者是习次问题都把它极大化的考虑 这种考虑的结果 社会乱象在过去十五年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乱象 这些乱象相当多的根源 是因为宪法的结构本身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宪法作为一个立的结合 不只是立的结合 应该是一个理的探讨 宪法它应该是一部能够激励基层的机器 能够把全国的民心 在宪法的架构之下 大家激励起来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对第一个议案 民主化的过程 年龄是不是 投票年龄应该降低 我想这是世界潮流 这也是相关的法律 因为相关法律 客与年轻人18岁开始 就有许多的乱务要做 但是没有给他权利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是符合 所谓的世界潮流 以及公民的潜力 跟乱务的对等性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是比较棘手 但是也是非常关键的 行政院立法院跟总统三角关系 这三角关系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过去十五年 就是在那里空转 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宪法第五十三条 所谓的行政院是国家最高 行政机关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嘛 不管是蓝的执政 绿的执政的时候 行政院长几乎都变成 他的执行长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有权无责 有责无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变成超级大总统 各位 过去两任的总统 我们看到的状况 权力无限大 但是他的民调呢 有没有跟着他的权力 而出现一个非常高的民调 民意基础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总统这么大的权力 是不是伤害了自己啊 我一直觉得这部宪法 从1946年开始 这部宪法的精神 就某种程度 有双首场制的精神 或者叫半总统制 可惜我们过去 有一些时代是威勤时代 把他抓为第一把 后来所谓的总统民选之后 就变成好像一个正当性加强了 他又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不好 总统如果我们过去修宪 97年修宪 再强调我们是有所谓的 半总统制的精神 但是我们运作下来呢 并没有法国相当多的 半总统制的相关的机制 来做配套 我们来看啊 如果我们现有宪法的当中 说总统负责有关国家大政方针 这个大政方针 包括什么内容 没有清楚的写明 所以我们宪法 它的规范性不足 它无比用规范性足的内涵 来约束现实的政治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未来在修宪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文字写得很清楚 总统的大政方针包括什么 我们另外再看到修宪里面 后来的修宪里面把总统得出席立法院的 所谓的国情报告 这个得志也害了很多 我想在座的蓝绿的立委都很清楚 过去都有杯葛过 或者是不需要总统来到立法院来 总统如果能够把这个地方改成英 他应该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我想那个很清楚 他这一年总统要做什么大政方针 他对人民讲出来对国会表达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追究总统的责任就很清楚 但是现在没有来 没有来的状况 他就可以事实上他日理万机 每天思考一大堆事情 然后每一天的事情似乎都没有做好 如果总统冷静下来想想 他主管的是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话 事情会减大概三分之二 减三分之二 这些大政方针 就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到军中里面来看看军纪的状况怎么样 对不对 可以提升战力 然后提高军纪 如果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参加同志军的日行一散 多好的事情 可以提升民调 但是我们日理万机的结果 最后是什么事情都没做好 但是他又没有责任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所谓的修宪得志 总统得到立法案改成英道 以后就严格每一年都一次的 所谓的总统国情之吻 再来我们再看看 所谓的修宪里面的第四条的第三款 这里面刚刚提到了 所谓的总统所谓的国情 这个国情 如果我们前面的大政方针很清楚的规范 就是那三个 如果必要的话 加上所谓的紧急命令的部分 以及一部分的司法权 都把它弄得很清楚的话 我想总统不至于越权 防止权力的预业 是宪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另外我们再看看 如果我们要学法国的双首长制的话 其实他有一个很 我认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宪法委员会 总统跟总理跟国会的议长 各提三名宪法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当国际的协议协定 有违背宪法精神的时候 其实总统可以交给 当然总理也可以 可以交给这个宪法委员会 来做一些裁决 当然宪法委员会的功能 跟我们目前司法院的大法官的功能 有部分重叠 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说 不管是司法院的大法官 考试院监察院 这个职权跟所谓的西方 又经常大相径庭 现在所有大法官的提名权 或者是说刚刚讲考试监察的 全部都是总统提名 所以总统的权力变成 变成超级大总统 还有一分钟 超级大总统 然后他又不需要负责相关的责任 结果搞到最后 实在是整个国家 我想面临非常多的乱象 跟空转的现象 应该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大法官的委员 如果完全有总统提名 我们有没有必要完全 跟美国一样 这种总统制的一个精神所在 这也是我想未来立法院 做一个修宪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审慎的 另外有关过去把所谓的提名行政宴场 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这个部分拿掉 这个部分我想是一个过去 有它时代的背景 那已经过去了 这15年来我们看到的 或不止15年 从1997年开始 我们看到许许多的乱象 就是因为 所谓的总统 他不理国会的多数 然后进行任命自己的人马 导致没有办法有效的运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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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中医教授 八分钟时间到 如果是误差一点点 您自己控制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规定那么严格 还是非常感谢谢教授 接下来请第二位 林嘉诚 林郭文 林教授 谢谢 紫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非常高兴 以学者专家的身份 再回到立法院 因为过去 常常以部位所长来立法院 心情比较紧张 那今天事比较轻松一点 可是今天是谈一个 非常严实的课题 是我们有关修宪的问题 那我们小的 基本上宪法 大概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个有关子权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基本人权 第三个是有关政治体制 我们今天大概是 不要谈政治体制方面 而且其中 以中央政府体制 也没有要去 刺激到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那第四个部分 大概一般的 我们国家来讲 基本 所以 等于基本国策 今天跟基本国策 实际上18岁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跟 参政权比较有关 在一个部分 一般所谓 现法的修改 那我想我今天就针对 我们大会提出来的 三个提纲 简单 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 有关18岁的 要不要降低的问题 降低为18岁 那我们实际上看 很多委员也都有提案 大概世界 国家来讲的话 大概是一个潮流 没错 尤其我们在目前 已经21世纪 在全球化 格局化 跟目前由于网络社会 自信社会 理论上来讲 应该18岁的 学生比我们过去18岁 应该是比较 更成熟 更早熟一点 我是不晓得 有没有这种报告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能够从20岁降为18岁 可我们的民调里面 当然是 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 民主多元社会 我们在民调里面 很明显 一半一半 有些一半赞成 一半反对 可我们想一想 我们国家很多的 法律上的一个成年人 或者是一个 潜力义务方面 也都以18岁 所以我基本上 我认为 我们把它降回18岁 应该是 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那其实 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有关的 就我们今天谈到 葛魁的同以前的问题 跟到底立法委员 能不能兼任政府官吏的问题 我想这两个实际上是 有关联 我想我们今天 在座非常多政学教授 和他比较宪法的专家 实际上我们讨论宪法 大概有两个角度一讨论 一个是从比较政治 政治发展的角度一讨论 一个是他比较后端的 从宪法调文去讨论 实际上这两个是互动 那我想我们想要从整个 比较宪法的概念 和比较政治的概念一看的话 那这是牵涉到 所谓政府体制的问题 那政府体制 基本上 政策可以讲是他的 ABC的 就啊 内阁制 实际上很多媒体 外国媒体常告诉我说 你们台湾干嘛叫我内阁制 因为政策里面根本没有 所谓内阁制这个字眼 这是一个 Partmental System 是一个巴黎门制度 那我们顶多加一个国会内阁制 那一个总统制 一个内阁制 那当然有些国家 可能在介于中间 像法国第五共和以后的 酸酸王制 或有些内阁制里面 像英国 独国 不要存内阁制 那有些是总统 和国家人所执行以后 那还是 倾向于内阁制 像爱尔兰 葡萄牙之类等等 我想这在 世界各国 我们实际上 讲起来也不够很复杂了 因为用立体概念来看 一个是时间的概念 一个是空间的概念 那有些不同年代里面 有不同的 各个 各种状况 那我想内阁制也要 总统制也要 或所谓酸酸王制 那我们台湾来讲 刚刚谢教授也大概提到 我们从1947年的 这一部宪法 到1949年来台湾以后 还有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 到最后啊 这一些啊 更改 那其中我想在 1994年以后的 宪法修正 1996年第一次 总统执行 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实际上 大概这个个程里面 我个人比较有幸 都公共其胜 那1996年的时候 我们总统执行 那我想总统执行 基本上的话 一个概念 当当时有不同的一个 政治考量啊 可是 我们读政治人大约都了解 任何啊 包括宪法都是一个 权力的一个 运作的一个规范 那这个权力包括统治权 包括基本人权 那以统治权来讲 我们在民主体制里面 民意 权力 责任 那民意 权力责任 那总统执行以后 总统当然既有相当大的一个民意基础 那我们在啊这样的一个规划之下 当时啊为什么把行政院长同意权拿掉 当然有其他的各种不同考量 可是我想这大概对整个台湾历史不长啊 那我们从总统执行到啊整个中央政府体制稍作啊 我们也负了代价了 我们也负了啊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里面我们三个啊总统啊 执行的总统啊 1996到目前 我们也发生过总统啊 跟行政啊 跟立法院 都是两个不同党派 那我们想到总统治国家可能啊 像于美国来讲 可能就要发生啊所谓分离政府啊 那内阁治国家来讲的话 我们以后国会内阁治 这个时候啊基本上来讲 你说负责任 他的权力责任 基本上他是一个政党行政立法的合一啊 可是基础的民意还是要控制的 要控制的 行政立法 一般来讲政党合一 可是实际上 我想我们今天等下杨泰胜教授 也都这方面有专家 我们喜欢政党解体啊 刚好啊两天前吧 纽约时报写一篇 整个欧洲国家 多少国家政党啊 大概联合政府 啊变成一个趋势 很多啊两个主要政党加起来的选票 在三十年前可能拿九成选票 现在剩下不到啊 六成选票啊 那很多啊 啊集团政党产生之类 那我要谈这个是说 我们讲国会内阁制的话 一定要一考虑到 包括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 那整个行政立法的合一之类 这我们 因为今天第一人 可以 比较啊简单的啊 讲一讲 那假如我答案实际上我认为 我们应该要整个去思考 整个我们中央政府体制 总统执选以后 我们大概可以要这样一个肯定的讲了 总统执选的大概 不归路了 除非我们昨天哪个人 又要把总统执选废掉 我不相信啊 大概我们国内的民意也不可能这样的 那以民意全力责任之下 你给一个总统啊 西卫援手 叫他去通子金的团长 这个我想不是这样吧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自己在内阁待过很久啊 实际上行政院长没有权利吗 当然有权利啊 前台湾99%的行政资源在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 不管他叫CEO也好 或定位为幕僚长 他是总统给他认面的一个 最起码也像他IBM Apple之类的执行长 CEO 他的权力都大啊 我们不会说 我们看到总统跟行政院长 我们都对他毕恭毕敬啊 我们当然由内阁国员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样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等一下我后期要再跟大家 发表我个人意见 我们一直在讲前责前责 政政前责啊 实际上行政立法 在民主政治啊 秉持啊 治权分立 还有啊 整个啊 基本人权对于啊 统治权的一个check 重点在这边啊 那以后 为什么民主国家 有人总统制 有人内阁制啊 或者话 法国当然是很特色的状况 双手朗制 可我整个啊 一个很简单的规纳 除了啊 所谓国会内阁制 形式上 我讲到形式上哦 像英国 日本这种天皇制 也是形式上啊 国会 就啊 内阁国魁 实际上是国会都市长领袖出任 那 形式上由 啊 隔会行使同以前啊 那其他的话 包括双手朗制的 法国第五共和 那总统制 更不用讲 所以我个人说啊 对于啊 所谓啊 行政院长要隔回 啊 从以前的部分啊 我认为不以为难 谢谢 谢谢林嘉诚 林教授 那接下来第三位 我们请李富店李教授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呃 今天这个话题 这个可能是从 九合一的选举之后啊 这个 呃 部分的政治上面的谈论 认为说要建立 这个内阁制啊 这么一个话题引发出来 那所以呢 我想 首先还是针对于 内阁制的信心 提一些我的看法 这个 呃 成如刚才林教授所讲的 没有一个标准的内阁制 内阁制只有一些 这个特征 啊 比如说虚伪元首 啊 啊 这个议员兼官吏 啊 解散国会 这个一个扎实的 一个文官体制啊 这些可以说是 呃 呃 内阁制的一些特征 那 我們假如说 在现在的这个 这个 武院的架构底下 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内阁制可不可行 这关键可能出现在 我们立法院的人数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立法院 只有113个立法委员 那 假如说是过半的话 这个人数大概五十几个人 那你要你要变成一个执政党 要能够成为内阁 那总要过半 那过半的人数里面 又要拿出一部分的人去做官吏 那我们依照现在的这个行政院的组织法里面规定 我们现在有14个 14个部 我们假设 每一个 只有每一个部的部长需要是立法委员兼任 那就是14个 院长一个 副院长一个 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一个 再加上我们还有八个委员会 还有七到九个政务委员 这些人到底有多少人该是从立法院立法委员里面来兼任 就把这些人算进去的话 那剩下这个执政党还剩下多少的委员 是留在立法院里面平常开会 所以在这个数字的计算的时候呢 就发现我们要增加相当多的立法委员的人数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要接纳这么多的立法委员 那在这个 在这个考虑的情况底下 有人就想到说是 那我们把 这监察院跟考试院废掉就可以了 把监察院跟考试院的人 纳进 这个立法院来 人数就差不多了 可是事实上 这个考试的权跟监察权 是每一个行政 每一个民主政治里面 都存在 只是说你要把它摆在哪里而已 这个 监察院 现在我们是把监察权放在监察院 不把监察权放在监察院 是我们准备要把监察权收回来 摆在立法院吗 那在立法院行使职权的时候 是以委员会为主 是合议制 可是以我在 立法院待过的经验 跟在监察院待过的经验 监察院行使调查权 是以个人为主 而且监察院是有相当多 富有专长 而且是专职的调查官 在做调查的协助 所以以我的工作经验来讲 恐怕立法院要完全取代 监察院的监察权 恐怕在方式跟能力上面 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缺陷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事实上监察院 大家好像评论很多 可是事实上监察院做的事情 并不少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几个大的弊案 不管是美和市 大巨蛋 或者是焦酒 最近提到的幸福人寿 这些案子 我不是在这边老王卖瓜 我在监察院的时候都查过 现在的 晚上的这些评论节目 在讲了很多的东西 都是从我的调查报告里面 拿出来讲的 所以 问题是出在监察院做了报告 行政院不理你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行政院不理你 不是没有人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是要 这个很大规模的要把监察院废掉 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为了要把这个立法院的人数充实 而把这个监察院废掉的话 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的来想一想 那假如说我们要走这个内阁制的路 那到底我们的行政权可以解散国会 谁是行政权 到底是行政院的院长呢 还是总统 那假如说是行政院的院长要解散国会 那这个 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现在 就以今天我们的行政院的情况来讲 昨天 吴峰山先生在风传媒写了一篇文章 到底有多少个内阁的 现在的部会的首长大家认识 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 这样子的行政的这个组成 在内阁制里头 假如说现在是内阁制的话 早该被这个解散掉了 那在内阁制 在经常因为政策的不能够贯彻 他在换人的时候 在什么时机 这个行政院要解散国会 什么时候他要重组 因为行政官员是从这个立法院出来的 他不用改掉他的立法委员重选 他没有办法找到新的人 来做这个行政的官员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这个行政院 叶匡石 管中敏 严明 龙印台 杜子军 邱文达 蒋伟宁 通通都换掉了 那这些人换掉的时候 我们在内阁制底下 是老早就应该要 要解散国会了 那我们假如说要接受内阁制的话 必须要心里有一个存心 就是这个内阁啊 是经常会因为 这个改选 重新重组的 那我们的立法委员就要准备 我是经常要去经历那个选举的 经常要选举的时候 经费从哪里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恐怕又要把公费选举的制度 纳进来一并来讨论 这个很快的讲一句就是 18岁到底是不是要投票 我并不反对18岁可以有投票权 可是这个制度 要不要跟我们民法里面的成年制度 一并来讨论 这个行为能力跟结婚的年龄 是不是跟这个投票权18岁 这件事情要有一并 或者是联动的一些思考 那我不表示我的赞成或反对 可是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做我们共同考虑的一个项目 简单的说如上报告 谢谢 谢谢李副店委员李教授 很快介绍一下现在在场的 我们本院的委员 有林英元委员 有郑立军委员 有游美女委员 有姚文志委员 有江辉真委员 有赖世保委员 有吕学章委员 还有江启成委员 在场委员里面 郑立军委员 江启成委员 吕学章委员 都是我们修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以上 接着下来我们请第四位 黄国中黄律师发言 主席 主席吴兆吉委员 吕昭伟 郑昭伟 郑昭伟 江昭伟 李委员 尤委员 姚委员 还有我们赖执行长 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布坎兰写了一本同意的计算 是公共选择 以及宪法经济学的名著 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Calculus of Consent Calculus就是微分跟积分 是拉丁文属石头的意思 那consent就是要计算头盔 来代替打破头盔 那这一本书呢 有效地处理了每一位选民 这种偏好顺序的不同 有些人喜欢苹果 有些人喜欢香蕉 有些人喜欢樱桃 那ABC的顺序各有不同 那公共选择经济学 在相当的程度内 就是在处理这种ABC的选择 顺序的问题 所以也有中卫选民的理论 为什么要拉拢中间的政治人物 来参加总统大选 因为可以增加总统选举的胜算 而且这个宪法经济学 有一个很重要的启花 就是说如果不采取 第二轮投票过半数的时候 那么得票百分之三十九 或者得票百分之五十一 就有可能整晚搬去 整晚都搬走 那么这根内阁制 可以寻求零点五一 零点六六零点七七 这种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总统制是一种零或一的游戏 那有可能是零和的游戏 那内阁制比较有选择零点五五 零点六六零点七七 这种非零和游戏 或者叫变和游戏的可能 那么现在碰到内阁制 有些人最重要的疑问 就是说这种水准的立法委员 来当部会首长可以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会 其实你让立法委员可以兼任部会首长 选民以及政党会提出优秀的人才 来做国会议员跟立法委员 而且内阁制的必要支点 跟非必要支点要加以区分 所谓必要支点就是去大学当教授 你的头衔你的薪水 这是必要支点 非必要支点就是你的停车位 你的游泳证就叫非必要支点 国会议员可以不可以兼任部会首长 其实是内阁制的非必要支点 所以呢 我们只要学习日本国宪法的第六十八条 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国务大臣 但是其中半数以上人员 必须由国会议员中选任 这是半数日本是半数 那其实我们国家如果要初步施行 可以考虑采取旅学章召集委员的提案 就是国会议员可以兼任政务官 可以兼任部会首长 这样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规定到半数 这是非必要支点 再回过头来说 什么是内阁制的必要支点 那就是内阁要持续得到国会的信任 必要支点 内阁要持续得到国会的信任 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不信任投票 那有些人会担忧说 那这样会政治昏饶 会时常倒阁 时常选举 会造成政局的分乱 那其实德国有一个很好的制度 就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的建设性 不信任投票 你要吵吵闹闹可以 你先选出下一任的行政院院长再倒阁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重新选举 这就是德国有名的建设性 不信任投票的制度 那至于说信任投票 其实我国的中华民国宪法温和的内阁制 本来就有这种信任投票的意涵 它跟着法律案 条约案 预算案是连在一起的 什么叫信任投票 用日常口语来说 你就是你是不是爱我 你是不是继续爱我 如果你不继续爱我 那对不起 我们21天内10天内就立法院 解散重选 大家今天出去考察 那如果是解散重选 回家跑选区比较重要 这就是信任投票 它的基本内涵 是内阁制的必要支点 我们以前跟许中立教授大法官一样 写解散权消灭这五个字 那么解散权很容易被误会说成 国家元首或总统的权利 所以我会建议改成说解散程序中指 这一类的字样 才不会误会说解散权是属于国家元首的 而且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学习内阁制 或者强化当初中华民国宪法温和的内阁制 把德国日本的宪法条文拿来比对 就是说哪些条文我们需要 哪些条文我们要修改 哪些条文我们不需要 那这样比较能够有周延的提案跟立法 那今天大家都17岁 其实印尼的选民 印尼的看护17岁就有投票权了 那宪法上的问题就是说 20岁这一种年龄的 到底是一种保障 还是一种宪制 我同意说 在南京北京重庆的那个时代 依照自宪者的原意 确实是一种宪制 可是宪法条文制定出来了以后 就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来解释 应该是一种保障的意思 所以不修宪 那么立法院 可不可以再选拔法改成18岁 我的答案是倾向于肯定的 而且我很敬佩 昨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把公民投票的投票年龄 改为18岁 那在修宪的提案里面 我们要注意哦 各位的提案是把 宪法第130条 直接改说20岁改为18岁 其实依照我国的修宪体力 应该在宪法真修条文里面 加以规定 那么从临时约法没有规定 五五现场23岁 那大家既然要把投票年龄 从20岁降到18岁 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考虑 说把被选举权 从23岁降到21岁或20岁 我们潘维刚委员张家俊委员 很年轻的姑娘 小姑娘的时代 就当了民意代表 那既然大家降低选举的年龄 那是不是可以同时考虑 降低被选举的年龄 敬请各位指教 谢谢 谢谢黄国中律师 接着我们请陈茂雄 陈会长陈教授 刚才跟几位专家学者在聊天 好像大家有一个共识 不必休了 已经过不了关 因为大家有大家自己的坚持 那所以呢 国民党要表达什么意见 大概都一样 民进党又另外一套 就是今天三个议题的话 只有第一个议题 是把这个投票年龄 降低到18岁的话 到目前好像没有人公开反对 那没有公开反对的原因 大家不愿意得罪年轻人 那一得罪的话 年轻人票都飞掉了 事实上是不是大家都赞成 未必 说不定到时候 立法院又技术上去挡一挡 那其他呢 国民党要讲的 我们都很清楚了 赞成 立法院对葛魁任命同意前 赞成 可以立法委员可以兼政务卦 但是民进党呢 想法刚好是相反 那相反呢 那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 那个大家都讲都是为了国家 为社会 都讲的福利堂皇 从来没有人承认说 为了我 为了我的政党 事实上讲的 福利堂皇的话呢 不是人们不相信 事实上当你在讲的时候 大概你自己也不相信 都是为国家 为整个社会 那有关呢 那个立法院 对葛魁任命同意前 这个原来有 而且有附属前 那当时被修掉了 那为什么要修掉 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说 要把它恢复回来的话呢 你至少要考虑说 当时怎么那么笨 把这个修掉呢 也是要研究一下 所以非常明显 有一件事情 是1997年 第四次修宪 就把它干掉了 那经过呢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从来都没有人想到 要把它恢复 那今天 现在突然间都要恢复 所以以前都很笨 只有到今天突然间聪明起来 这个可能性我想是很低 事实上呢 那个当初呢 有关对立法院对隔维任命同意前 会修掉的原因呢 就很简单 1996年 那时候要任命宣称院长的时候呢 泛国民党里面有主流派 回主流派 回主流派抵制 民进党是在野的话呢 不可能赞成 你一赞成被选民骂死了 民进党在抵制的话呢 就过不了关 所以甚至呢 虽然说大部分的立法委员都很优秀 但是难免也有不孝委员 当初听说还有狮子大开口 要讹诈 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1996年行政院长呢 任命同意前过关呢 还是民进党暗中帮忙 因为当初立法院的那个同意前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 以前是出席委员的二分之一 所以民进党暗中帮忙呢 只有出席三分之一去投反对票 就当他过关 所以1997年修宪 就把这项子把它干掉了 那干掉了 经过这段时间 那么长的时间 都没有人想要恢复 突然间 现在要恢复 第八次要恢复 各位想一想 什么原因 那有关呢 那个 改成内阁制 事实上现在不称内阁制 所以立法委员呢 可以要兼政务官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思考一下呢 别的国家设置内阁制 也要是设置得很好 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在美国国会议员要连任的时候呢 他们拿什么东西来连任 说我提几个法案 而且经过参议院 中医院通过 就拿这个他提了多少法案 通过多少法案 这就是他的政绩 台湾的立法委员 民意代表 如果你要连任 你要拿出政绩 拿什么 我做选民服务 最互利谈话的就是选民服务 那今天讲的是 民意代表 尤其立法委员 如果谁敢不做选民服务的话呢 你下一次就再见了 不必来了 那如果做选民服务的人 去跟政务官适合不适合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事实上政务官也要服务选民 那个民意代表也服务选民 差别在哪里 民意代表你设一个服务处 设一个服务处的服务对象 个人 个案 你来了我帮你服务 你不来你还没有了事 政府官如果你的个别服务了 我看大概是桌子被掀翻了 政府官不可能去做个人服务了 政府官我做什么事情 就是前提一致了 上上来要求我做哪件事情 理事不必开口 我要一样做 所以跟我们这里选民的选举的风气 跟外国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选民服务是支流 所以这一点呢 要改成这个内阁制 要把立法委员 也可以去监这个政务官的话呢 我想应该是慎重考虑 那事实上呢 为什么有这种 我刚才也提了 第四次修宪 就把那个立法院的那个同意权把它干掉 经过几次都没有人想过把它恢复 到了第八次突然间想要恢复 那内阁制以前的话呢 没有声音现在又有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那个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的话呢 那个所有会干掉的话呢 中国国民党认为自己要当成总统是非常容易 所以希望把这个总统的潜力把它加大 现在呢使中国国民党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呢 国会反而有信心 为什么有信心 因为我们国会选举制度 票票不等值 我常常在开玩笑 原住民金门马祖加起来八十 但是那个人口总和跟宜蘭縣差不多 宜蘭縣一喜 所以即使那个中国国民党呢 他的总得票是那个没有过半 其次有可能过半 所以说都不必要说为国家为社会 两党呢操作呢 1997年的修宪 是要加强总统的潜力 现在的修宪 国民党呢希望把总统的潜力 尽量移到那个国会 因为国会有可能席次过半 那总统呢有危险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这一类的话呢 我其实我市面的这个资料 我提过的话呢 所以修宪因摒弃没有交集的议题 那没有交集的议题呢 那有交集是什么 该修哪些 因为还有第二轮 我等第二轮了 再来发言 谢谢各位 谢谢陈茂雄教授 接着我们请第六位 孙善豪教授 拜 主席大家好 我们今天三个议题 我对第一个议题 并没有太多的意见 我想把重点放在第二跟第三 第二第三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也不是个别的问题 而是一个整体的内阁制的问题 所以我大概分成四个部分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 概念的厘清的问题 第二个是所谓内容 在我看来应该是 正导运作的问题 第三个是制度配合 就是卸法条文要修改的问题 第四个是大家常常在 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忽略掉了 就是所谓空间的配置问题 关于第一个 所谓概念厘清 我谈三个概念 第一个什么叫做民主 我们在古典政治学里面 这个所谓的统治权 在一个人手里面叫做君主 在少数人手里叫做贵族 在全体人手里叫做民主 在现代 我们不讲统治权 现在讲主权 如果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了 如果主权在一个人手里 那也许还叫做君主 獨裁不知道叫什么 如果在少部分人手里 在我们现代 这个叫做代义民主 以前叫做贵族 现在叫做代义民主 在全体人手里叫做直接民主 这个概念先要搞清楚 我们现在如果要谈 现代社会要谈民主 谈的一定是代义民主 那么一定是以前的所谓的贵族制 不是真正的所谓民主制 也绝对不会是君主制 可是在台湾 奇怪 台湾你去问任何人 什么叫做民主 他跟你讲 我们的总统是民选的 也就是民选首长 在台湾叫做民主 在台湾的民主 不是代义民主 不是议会民主 叫做君主民主 所以台湾的民主 跟基本的民主概念 基本上是无关的 这件事情先要搞清楚 如果我们现在要民主 那么我们必须去 回到所谓代义民主 或者议会民主 当然如果我们不要民主 那就另外一件事情 要不要民主 我这边不做评论 就是说如果要民主 那么台湾现在这种首长 直选制的民主 这个基本上不叫做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议会 我们刚刚讲了民主 现在民主就是议会民主 就是代义民主 就是代义民主 就是议会民主 这个意思是什么来 就是议会是主权的代表 主权在议会 主权不在总统身上 所以如果要做类比的话 我们过去的主权在皇帝身上 所以要类比的话 现在的立法院 现在的国会 是过去的皇帝 不是现在的总统 是过去的皇帝 不是 大家我们把总统 讲到过去的皇帝 然后旁边摆一个立法院 去监督总统 这件事情跟民主是无关的 民主就是要把立法院 取代过去皇帝的地位 所以军机处在过去 是皇帝的内阁 现在军机处 应该是行政院的内阁 也就是行政院 是立法院的行政机构 行政委员会 在这个类比之下 我们才能知道到底 什么叫做民主政治 不过这个民主政治要 我去问要有两种 要有一个宪学条件 一个叫做事后的多数 一个叫做事前的多数 我们知道议会是多数决 因为是多数决 所以才有所谓的 多数党执政的这个概念 如果没有所谓议会多数决 那没有什么多数党执政的 没有这个问题 像我们现在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没有执政党 对吧 台北市没有执政党 因为没有什么 台北市不是议会民主制 所以没有多数党执政这件事情 如果是多数党执政 如果是议会民主制 然后所谓多数决 因此我们需要 我们现在如果有个政策 我现在有一群人 我们又要推行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会想要进入议会 取得多数通过我们的政策 这个在我看来 叫做事前的民主 事先民主 我们在进入议会 去选议员之前 我们就已经决定说 我们要成为多数 以便我们能够通过某些政策 另外一种叫做事后的多数 这是台湾在我看来 现在台湾的多数 每个议员 出来选不需要政见 你的政见可以叫印刷厂老板去带定 没有政见 出来选 凭各种花招 选举策略 当上议员 当上议员 之后再来瞧多数 这个多数就完全变成所谓的人情 利益的交换等等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政策可言 这个时候的多数叫做事后的多数 事后的多数是假多数 那不是真正的多数 第三个我们谈到总统制跟内阁制的问题 只有在议会民主的前提之下 才有总统制内阁制的区分 内阁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议会做了决策之后 议会自己去执行 议会自己执行 议会自己在自己的议会里面放一个行政院 说我们决定了你来执行 如果现在议会做了决策之后自己不执行 找外面的一个代行机构来执行 比如说总统府 总统府你来帮我执行 这个叫做总统制 所以我说总统制其实就是政策执行的BOT案 请外面人委外执行 不管哪一种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 不管总统制或内阁制 你要谈这两种制度 前期必定是议会民主制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国会最大 或者是立法院最大 没有这个原则 坦不上所谓的内阁制 或者总统制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个概念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政党 我同意这个宪法 宪法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不修 或者修不成 修不成其实并不表示没有内阁制 内阁制不来自于任何法律的规定 我们如果否则的话 我们现在只要宪法上规定一条 中华民国实际内阁制就好了 可是不可能了 对不对 我们过去有格局的同意权 可是我们没有内阁制 我们过去有行政院长的各种附属权 现在没有 我们当时也没有内阁制 我们把这个恢复了 把这个同意权附属权恢复了 也未必会有内阁制 内阁制取决于政党的实际运作 不取决于法律的条文规定 这个政党怎么样运作呢 如果第一个像现在这样 让立法委员自己独自去 我上次看到新闻 这个国民党好像要提名立委的时候 标准是说 这个立委候选人的火力够不够强 够不够硬 敢不敢在国会电脑上面骂官 如果不敢的话这个人不能当立委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了 如果政党是用这个原则来选立委的话 我们内阁制免贪 第二个如果这个政党没有自己的行政院长候选人 要等到议会事后多数行程了之后 再去找一个行政院长 然后由这个行政院长或者总统 总统选出来之后 由他用他自己的意志去任命去寻找政府官员 这个时候内阁制也免贪 什么时候可以有内阁制呢 如果这个党比如说他在中央委员的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全部立法委员 跟他的行政官员 全部把他选入中央委员 然后中央委员选举中央常务委员的时候 这常务委员包括了全部他们认为应该担任行政首长的人 全部都是中央常务委员 这个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内阁制的出现 这个时候就算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配合 这个内阁制也必定会出现 关于宪法条文的部分 我要讲这些原则部分 其实都只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你要怎么样修宪法条文 你要修改要有个理由 这个理由后面都要有他的 这个所谓的 你怎么去看待什么叫做民主制 要有这样一个看法 在我看来第一个违背议会最大的原则就是 这个 我们的这个 政修条文第二款 总统决定大政方针 总统决定大政方针这件事情 在宪法所有条文里面都没有出现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宪法的规定 这个规定不仅跟整个宪法和格不入 而且也与议会民主或者议会最大的原则相互违背 其他的问题我这边再次不谈 我谈到第四个大家常常忽略的问题 就是所谓空间配置的问题 如果现在立法院要类比于皇帝的话 那么立法院要坐落在 过去统治权或者主权的坐落位置 这个位置现在在台北叫做统统府 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国会 说在一个小小的 别人找不到的角落里面 没有这种事情 每个国会一定都在这个首都的最大的地方 最显野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府 那么行政院我觉得很适合搬到现在的外交部 这个关系配置非常良好 总统府呢 总统府可以搬到台北宾馆 台北宾馆很像白宫 比白宫还要漂亮 对不对 如果不愿意去的话 可以去现在的行政院 再不然去中山楼 我觉得都是很适合当总统府的地方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孙燦豪教授 我们请第七位学理专家发言 请苏彦图书助理研究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在座各位女士先生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的休闲公听会 我以下的发言是以个人的 作为一个宪法研究者的身份发言 不代表我 我的工作的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 也不代表推荐我来参加的民主进步党的党团 先做这个说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的发言会主要 在第一轮主要会针对的是 有关于选举前年龄限制 选举前年龄门槛下降的相关的休闲提案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 就是说有朝野的立法委员都有提出 把选举前的年龄降为18岁的休闲提案 那么这方面的提案也一直被社会认为是最有可能 获得这个立法院的通过的一个休闲议案 那因为最有可能获得通过 我会觉得说我们会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仔细的去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做更妥事的规划 那由于这个选举权 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政权利 它其实涉及到说这个政治社群的成员的认定 你有没有资格成为 行使我这个政治社群的一个政治权利 那涉及到的是人的尊严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权利的一个修正案 因此我们都知道说人不能够作为工具 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会强烈的要求 会强烈的建议 认为说这方面的休闲提案 不能够成为其他休闲提案的筹码 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 你用同意是否同意这个休闲 其他的休闲议题来作为 通过这个部分 这方面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对价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这样子的一个全谋的思考 其实可能对于基本权利来说 对于人的尊严来说 其实都并不是恰当的 那由于涉及到人的尊严 所以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说 那进一步的一个法制的规定 该怎么样去进行设计 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 现在所有的相关的休闲提案 我们现在都只变动了选举权的部分 把选举权的这个年龄降为18岁 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的改动 这个被选举权的年龄限制 现在还是23岁 我们就会注意到说 在原来的限码130条的规定里面 原来的20岁到23岁这个区间的选民 我们会被称为说 他只有部分的政治权利 因为他可以选举 但他不能够被选举 那所谓的部分政治权利 就变成说你还是涉及到 我们这个政治社群的成员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我们只给他部分的权利 那这部分就涉及到 简单讲就是 宪法上在做年龄歧视 18、19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一个社会政治思想的氛围 要觉得说 这个可能比较年轻的人 比较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这个 他的经验去担当政治的责任 所以会做这样子的年龄歧视 那是在那样的时空背景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年龄其实并没有一个正当的基础 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经过这个学术认证的研究 显示说 这一群人真的就比其他的公民 在能力上比较不足 那我们因为 往好的方向讲说 我们因为扩大了 这个下方的选举权的年龄限制 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变成说我们在只修 这个选举权年龄的结果 变成说我们现在18岁到23岁 我们反而增加了这个年 有这个 只有部分政治参政权力的人 反而扩大了这个部分的人的人数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去思考 我们在思考说 为什么要限制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的时候 我们其实往往会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区分 如果今天我是个别的选民 我认为说某位候选人 他的年纪不足 年龄太轻 所以经验不足 比如说我今天是选择立法委员 他可能才20出头 我如果今天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基于这样的考量 而决定我要投给谁的时候 这是OK 因为是我自己个人负责 但是今天一旦是国家用法律 甚至是用宪法去限制说 所以某一群人因为年纪太轻 以至于不能够承担 国家的重要的政治责任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是威权的 父权的取代了选民各自的限制 所以在被选举权的这个资格的限制 学理上有一个区分就是 是选民自己做的资格限制 还是是整个社群做的限制 选民自己做的限制 你为自己负责是OK 但是整个政治群体 透过法律或是透过规范 做的资格限制 因为他就限制了个别选民 去选择的机会 以及人选 这个时候就会有 是否违反民主的问题 所以就需要说 有更高的正当性的理由 来支持 才能够做这样的限制 那我们可以了解说 比如说在美国 他们很早 因为他们的这个宪法 在1789年就制定 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 比如说类似他们有总统 有比较高的年龄限制 他们那时候的想法 当然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年龄歧视 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早期的年龄歧视 但后来有些一个震荡化的说法 就是说我为了要避免 反而它其实是一个促进政治平等的工具 因为它其实要排除避免所谓的正二代 富二代正三代的参政 因为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机会 去经过更多的一个政治历练 所以他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潜力的候选人 他其实为了要平衡政治机会 所以在某些只有在特定的职位 也许这样子的考虑是正当的 但是在其他绝大多数的 不管其实是立法委员 县市首长 其他的这方面的民选公职 我们觉得现在这样的考虑其实都还并不适合 所以我最主要的一个建议就是 我们应该要 其实也是呼应黄国中律师的说法 就是我们应该一并的去思考 一并的调降 这个被选举行的年龄限制 而且我会建议就是跟18岁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在修宪的时候 其实除了 我当然还是赞成 如果说在最后因为现实的关系 我们只调降18 选举权的门槛 这当然还是一个可行 但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包括说我们就直接的 修宪废除130条的规定 因为我们也看到昨天的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就公民投票的投票权部分 直接在法律的部分 就公民投票的选举权的年龄 直接就可以做规定 这方面的规定 其实放在法律 其实就可以进行处理 而且法律也可以更容易的变动 如果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 以后大家认为说16岁就可以投票 我们就不需要再修宪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还是觉得说要放在宪法 那我就会积极的建议 贵院再思考 认真的消除年龄歧视 那做一个比较更进步的一个规划 谢谢 謝謝 谢谢书院图书助理研究员 接下来我们请第八位 杨泰顺杨教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 首先我必须要谈谈我对这次修宪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宪法是没有完美的 不管你怎么修 总是会有一些注意不到的这个现象 所以宪法必须要在实习的过程里面 来尽量的使它在实习的过程里面 尽量的来使它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 甚至今天我们政治学者认为 全世界最好的宪法 美国的宪法 当初的制定的版本 跟它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样貌 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中间经过了好几次的这个妥协 所以我是赞成 我们这个宪法已经是到了一个必须要修改的这个阶段 可是 是不是说能够在这一次 就把它修得尽善尽美 我觉得我们学界也好 或者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 应该用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 来看这个问题 那谈到这个把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那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降低到18岁 刚刚也有好几位先进 提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那最早提出来要把这个投票年龄降到18岁的 在美国是这个艾森豪将军 他在1950年代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立主要把这个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 为什么他会主张这样子 因为他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担任这个盟军的这个总司令 看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 直干戈以为设计 在沙滩上面一波一波的这个阵亡 所以他那就就非常的感触 然后这些年轻人 没有投票权 不能够决定国家的这个政策 可是却又必须在这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抛头颅撒热血 那怎么可以说 不让他们可以参与这个国家的一个决策 所以他当选总统以后 就一直要推动 把这个投票年龄 从21岁降到18岁 可是还是要一直拖了20年左右 一直到1971年 美国才完成这个修宪 才实现他当初的这样一个愿望 那所以这个不是说什么年龄歧视 什么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这个必须提示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所以美国在宪法里面 对参众议员的年纪都有规定 可是美国实施宪法200多年以来 美国又是一个非常强调平等的一个国家 美国人就没有想到要去降低参众议员的 这个选举被选举的这个年纪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 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非常同意 刚刚李富天教授所提到的 你如果要把这个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那所有其他有关我们对成年人行为能力 婚姻各方面的认定 也都要跟着一个配套 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说这个人 他已经有成熟的判断能力 那当然他在其他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应该同意他也有这样一个判断的能力 那再一个我谈到这个 这个国会的同意权的这个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谈一些法理上面的一个问题 今天刚刚也有学者提到 我们能够只选行政首长 不代表就是一个落实民主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里面引出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选行政首长跟选立法委员或者其他各级的民意代表 虽然老百姓在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 形式上是一样的 不只是在选票上盖章投入票轨 可是在呈现出来宪法的意义 以及他所代表背后的一个意义呢 是不是一样呢 恐怕不太一样 对选行政首长 在一般宪政理论上面的定义 我们是在选选宇能 我们不是在选一个民意代表 那选立法委员 选其他各级的这个议员 那当然我们就是一个民意的呈现 我们在选的是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 所以一个是行政首长 他是必须要估作为国家政策的舵手 另外一个呢是代表民意的机构 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总统 他当选之后啊 他就讲他说我是刚选出来的 所以我代表新的民意 那立法院呢因为去年才选完 所以立法院是个旧民意 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总统选出来你是一个选贤于能 我们认为你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才选你 不是因为我选你是来代表民意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行政首长选出来的 他是代表民意 我们把它界定为一个民意的代表的话 那这个我们整个国家政策 可能就会随波逐流啊 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啊 就会造成伤害 所以既然行政跟立法 一个是代表他的能力 一个代表他对政策的一个远见 一个是代表这个民意的一个变动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两者之间当然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下呢 我是同意啊 这个将来的这个行政所长的 比如像行政院院长的这个任命啊 必须要让国会啊 有行使同意权的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那可是呢 我们这里也必须要强调 任何权力任何宪政的这个观念的改变啊 你也必须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我刚刚既然讲到 国会是代表民意 那我们就必须要过来反思 以现在一百一十几位的立法委员 是不是足以充分代表所有的民意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争议的 在我们的政治学者理论里面 对国会人数 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计算方式 也是被政治学者大家普遍比较认同的 就是拿人口来开立方根 所以我们如果用人口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来开立方根的话呢 台湾国会这个比较理想的人数 是将近两百九十个人左右 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要让民意充分展现 能够有效的来制衡行政的力量 我们在配套上面是不是也应该增加 我们立法委员的人数 那既然你把立法院当成是一个民意的代表机关 当然他的选举方式也必须要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的分布 所以我们今天所实施的小选举趋制 以及不平衡的不分区代表的这种比例 就有检讨的必要 所以我慎重的在这边建议 那你随着立法院权力的扩张 那立法委员立法院就必须要更具有民意代表性 为了使他更具有民意代表性 第一个你立法院的人数必须要增加 第二个你立法委员的产生方式 是不是可以倾向于比例代表制的方式来设计 比如说采取德国的这样一种连历式的选举方式 然后不分区的跟这个区域选出来的人数 以百分之五一半一半的这种方式来分配 那这样子就使得立法委员在对行政院 他的一些政策在做这个制衡的时候 比较具有一个合法性的这种基础 那剩下意见我等一下在第二轮再继续发表 谢谢 谢谢杨大俊 杨教授 我们普通介绍到现场的还有管碧林委员 还有赖正昌赖委员他走开了 接着我们请第九位 许有为许博士候选人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场的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受邀到贵院贵委员会来发表几点浅见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点意见 就是说任何的宪政体制都有它相关的配套机制 它反映出背后的设计跟理念 因此每一个宪政体制呢 其实都有它关心的重点跟它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在讨论限改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避免说去对这些配套的机制去做任意的 不做配套的思考去做任意的更动 因为这样子呢就变成说东超一段西超一段 到最后呢搞出来一个问题十足的一个体制 就好像说我们觉得说那个铭鱼肚生鱼片的握寿司很好吃 那佛跳墙也很好吃 那法国顶级松露鵝干酱也很好吃 但是你们看过把这三道菜放在同一屋端上桌的吗 没有吧 这三道菜如果放在一起可能就变得非常难吃了 所以呢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要谈宪政改革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应该要先确认我国的体制到底是哪一种 那么在现在的世界的民主宪法里面 大概我们都知道分成三种体制 总统制内阁制跟半总统制 也就是贵院呢很多提案提到的双手掌制 那么根据呢我的第一张图表呢 对不起 大家可以看到这第一张图表 半总统制他从1950年代 法国第五共和他创设了以后 产生出一种新的宪政体制以后 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到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多国家采用的体制 相对的是内阁制 内阁制他在1970年代呢达到高峰 全世界有六十几%的国家采用 但是到现在呢他已经退居为第二位 那这三种体制里面呢 总统制呢他的原型呢来自于美国 总统制呢他的宪政体制构造呢撇开司法权 下一张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说总统制的宪政体制呢 我们撇开司法权来谈的话 基本上就是由人民呢 一票选出总统组织政府 另外一票呢选出国会来监督政府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在人民选出总统的这一票呢 我用的是一个实心的箭头 而选国会的这一票呢 是一个虚线的箭头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说 只有人民选举总统的这一票呢 才是决定政府组成的一票 选举国会的这一票呢 则不是决定政府组成的一票 他只是说 选出人民的代表 代替人民来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的运作 让他不至于贪腐 不至于扩权 不至于呢 这个超出常态 那么 总统制之外呢 另外一个主要的体制就是内阁制 下一张谢谢 那内阁制呢 它的构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比如说在英国的两党式内阁制 就是由人民选出国会议员 然后国会议员呢 再选出政府 那因为英国呢 它是两党制 所以相对来说 这很简单 人民投票选出国会议员这一票 其实它同时在决定 它的人民代表是谁 也同时决定了政府的走向 因为两党 非A及B 所以很清楚 人民拥有这个决定政府的权利 那可是呢 那一样是内阁制 到了多党制的国家里面 就不一样了 下一张 谢谢 比如说法国的第三第四共和 现在的意大利 跟现在的比例时 人民呢 投票选出国会议员 而国会议员呢 在各自去合纵连横 去决定政府是谁 换句话说呢 人民的这一票 只能够选出国会议员 它并不能够决定政府的存在 政府的存在 是要取决于国会里面 各党团 甚至于各派系 大家也许利益交换 也许里面说服 大家各自的这种合纵连横 好 那 我们看完内阁制以后 再来看半总统制 下一张 谢谢 半总统制这个名词 是在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制定之后 1958年 它才产生的 那在法国呢 因为总统 他成全民的选票 直接全国的名义没有人比他大 所以呢 基本上在法国叫做半总统制 很少人 几乎在学界没有人叫做双手长制 最多只称为双元主义 那么 在法国呢 这个宪政体制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人民一票 一样是选出总统 然后呢 另外一票呢 选出国会 来监督政府 那它跟总统制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的不一样在于 总统它可以衡量政治局势 它去任命一个总理 来组织政府 这个政府呢 同时对国会跟对总统负责 那这是法国的一个状况 那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想一下 我们的宪政体制 到底是在总统制 内阁制跟半总统制里面 比较接近哪一个 我想答案很简单 我们有一个民选的总统 我们有今天在场的国会 我们有一个对国会负责的行政院 这个行政院长是由总统来任命的 因此我国的宪政体制 无疑的是比较接近法国的半总统制 好 那么 进入今天的正题 我们来谈隔魁同意权 在这样的宪政架构之下 如果我们引进隔魁同意权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呢 下一张 谢谢 我的看法就是变成这样 人民一样有一票的权力 可以选择总统 也有一票的权力 可以选择立法委员 但是呢 这两张选票都不能够决定政府的存在 政府到底要往哪个方向 不一定 必须要取决于国会里面 各党各派系跟国会生态 大家来决定 等于说 人民本来可以决定政府存在的 那一个选择 如果隔魁同意权加上去 就把人民的这个选择权给拿掉了 各位委员 我觉得大家在修宪的时候 大家要慎重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真的把人民的这个权力拿掉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 那最近有很多人说 我们的总统有权无责 因此要改革 我个人认为隔魁同意权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总统 其实我们的国会议员 还可以弹劾总统 提起总统的弹劾权 还可以提起总统的罢免权 这个都是法国没有的 我们的国会议员在这一点 是比法国的国会议员强大很多 你如果觉得说一个总统 滥权 有权无责 照道理讲 是应该寻求体制内的所有的机制 来制衡他 来对他克责 而不是说你今天 因为这个总统 你觉得他有权无责 然后把他任命 他的行政团队的权力 抢过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是说 比如说 连续有一家 连续两代 自由恋爱 所嫁非人 那第三代说 你不能够自由恋爱 你要听父母的没错之言 我觉得就像是这样 这个状况是非常荒谬的 谢谢各位 謝謝 谢谢徐伟伟先生 接下来 请第十位 苏子乔 苏教授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在座女士先生 在座学者詹佳 各位好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 对这个修行议题 提出我一些 一些潜心的看法 那我想 我把焦点放在 那个 隔魁同意权的这个问题上 因为我想 那个 投票年龄降为18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共识的 而且 也非常具有正当性 我觉得这个 这个讨论或许 这个我先不谈 我先谈的 我要把焦点放在这个 就是 先任体制的调整部分 就是关于隔魁同意权的这个 这样的 要恢复隔魁同意权 这样的一个思考上 那 那个 我的想法是认为说 就是说 恢复隔魁同意权 这个事情 在我们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修宪提案里面 是认为说 藉由这样的调整 可以 促成全责相符 这样所谓的全责相符 然后促成这个所谓 朝这个 国会多数党阻隔 这样的一个 方向发展 那我想提出一个提醒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推论 可能还是需要再做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检讨的 或者说再需要再做一些 更多配套跟规划思考的 因为我认为说 那个 恢复隔魁同意权这个事情 事实上跟 跟这个 因此让这个国会多数组合 这个事情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说 从全世界各国的 比较政治的角度去观察 事实上 那个国会对于这个 行政官员 有这个人事同意权这样的设计 并不是存在在内阁制当中 其实在总统制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设计 我们举例就是说 在美国总统制里面 这个 总统任命的这个 各部首长 各部首长 那个事实上是需要参议院同意的 在总统制里面 也有这个参议院的 在美国国会同意权这样的设计 那 在内阁制也有 但我们说内阁制里面 那个像这个 在德国 我们说这个总理 是需要这个 联邦众议院 行李同意权的 所以说内阁制跟总统制里面 事实上都有同意权这样的设计 不过我们这边可以强调就是说 同意权这个 那个 行政官员的同意权 或者国会的同意权 这样的制度设计 在不同的先任体制里面 他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就说在总统制里面 那个 国会对官员有同意权 这是强调的是一种 制衡的精神 他凸显是一个 先任体制当中 总统制里面的制衡的精神 制衡 制衡 那在内阁制里面 会认为说 格魁上台 或内阁上台 要国会同意 这强调的是国会 内阁要对国会负责的精神 就是说 在不同先任体制里面 事实上 同意权这个事情 他事实上他凸显的是不同的精神 那就是说在 那若以这样来思考的话 就是说 我们若观察一个 跟我们这个比较临近的一个国家 就是南韩 南韩事实上 他的这个体制 跟台湾的目前的架构 是有点接近的 他有一个总统 也有一个总统之下的总理 不过他总理是确认在 南韩的制度是要在总理下面 那在南韩 我们说那个总理是需要 国会同意的 可是在南韩的运作里面 因为他 南韩的整个运作里面 他基本上 他整个架构是强到 是一种总统制的思考 因为在南韩的架构里面 尽管他有一些 好像有双爽制的味道 他整个体制事实上 他凸显的是这个总统制的运作逻辑 所以说在南韩事实上 那个总理即使没有经过国会同意 那个 这个在南韩并不常见 意思说 在南韩事实上 那个总统制的运作里面 那个国会的同意权 不会把它理解成是说 国会可以借此来要求说 要由国会多数党来阻隔 南韩不会有这样的理解 那就说在南韩的运作里面 变成说 总统即使他要任命的总理 事实上即使没有国会同意 事实上 还是可以用代理总理的方式 来上任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在我国 就是说我们的运作上 我国目前这个伴总制 或双冗制架构里面 是一个混合制度嘛 就是说 同时有总统制精神 又有内阁制精神 那将来如果我们说 真的恢复隔回同意权了 那到底是我们如何去理解 这个同意权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逻辑 他的制度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想说 将来的这个总统 当他在面与跟国会多数 不一致的情况的时候 他如果强调是 美国总统制同意权的想法 或是南韩的 跟我们比较临近的这个国家 南韩的这个 同意权的这个想法 他还是可以认为说 我任命的这个隔魁 事实上是我要任命自己的人 你不同意 那拉倒 对 事实上 因为在总统制的理解里面 同意权是认为说 这个不是国会多数长阻隔这样的概念 而是一种制衡的精神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国目前的信念体制 事实上是一个偏向总统制运作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双手掌制或是半重制 就是总统制这样的精神 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在修宪的时候 如果就只是 仅是恢复隔魁同意权 那在未来的运作上 会如何去权势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 很多存在的空间 很多这个运作的可能性 所以我是觉得说 隔魁同意权这个 假设要恢复 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向 可是我觉得说 要做更多的一些配套的规划 但配套规划很难 因为要修改限码条文 事实上是需要非常多的共识的 可是我认为说 隔魁同意权恢复之下 事实上就促成国会多数阻隔吗 这个事实上是很值得再去 我觉得是蛮保留的 那我会认为说 如果说这个隔魁同意权要恢复 我想有几个配套的规划 是可以再进一步思考的 或许要实现很难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方案提出来 就是说 方案提出来啦 就说假设总统 勒命隔魁 勒命隔魁国会有同意权 可是这个总统对这个行政院长 如果说还有免职权的话 有免职权 就是勒命行政院长要国会同意 可是运作 上任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国会 这个总统又可以将这个隔魁免职 那实际上那个同意权的意义就不明显了 就不存 就是国会多数长阻隔 这样的精神实际上就会受到 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总统对隔魁任免权 有点关于免职权这部分 是也必须要 假设我们要朝着是往内閣市 内閣市精神去调整 那那个免职权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需要去做一进步的去检讨跟思考的 那另外还就是关于这个隔魁的那个 的附属权的问题 关于隔魁的附属权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 那个在目前我们宪法条文当中 有一个征修条文是规定说 总统任免 对于行政院长是任免命令 还有对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的任免命令 那个 实际上任免命令是不需要这个 这个行政院长附属的 那焦点其实就是放在在说 这个总统任免隔魁不需要行政院长附属 不用隔魁附属 那这个条文要怎么去诠释它 事实上在这个宪法的学者里面有很多看法 不过很多人会把这个条文理解成说 因为总统任免隔魁不需要 不需要隔魁附属 对 所以说总统要将隔魁免职 不用隔魁同意 所以会把理解成说 因此总统对隔魁是有免职权的 所以我觉得说免职权的这一部分 包含总统对隔魁免职权 还有关于这个附属权 的部分其实都需要进一步去再做 做调整跟配套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我可以觉得说 目前我们整个修宪的方向 尤其是国民党目前的方向 是像说朝向一个 所谓全责相符啦 那这样就像说朝向一个 国会多数长阻隔 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必须要跟社会大众有一个事 要解除一个疑惑 就是说 因为明年的这个 选举考量 明年的选举的总统跟立委选举里面 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质疑 会有一个看法是认为说 那个 那个 总统 在这个职位上 这个 那个因为国民党在这部分 事实上可能 他认为将来 获取总统职位 获得总统职位的这个 机率比较低 而国会多数长阻隔 国会多数还有机会获得 那在这样的考量之下 提出这样修宪方案 这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疑惑 尽管我是认为说 由国会多数长阻隔 这个方向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宜是有必要的 否则我觉得 这是很没有共识的啦 就是我们说这个 会认为说 会充满很多这个 就是说是很多政党的一个利益考量 那这是我一个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这个特定政党意见 好 谢谢 謝謝 謝謝 蘇教授 接着下来我们请第11位 李损成李博社候选人 主席委员 各位先进 各位委员 大家好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 报告个人的感想 那么有关于今天修宪的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 那么我就先集中火力 在第二点和第三点 那么我个人也认为 修宪的议题 也不只是 我们国内的议题 它同时也是 必须考量到 国际形势 跟两岸关系的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刚刚很多先进讲的非常好 没有错 过去总统是有 修宪的时候 把国际公益权 从立法院那边拿掉 现在为什么要回来 是因为 我个人认为 是国际情势 跟两岸关系的情势 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 党内经济情势都有发生 深刻的变化结果 我们才要去思考 如果说我们的政局 还是没有办法 从僵局获得解决 那么我们如何去获得 一个好的决策政府 有效率 高效 又能够真正 获得我们国家利益的政府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标题 定的比较长 从亚投行的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 其实亚投行的讨论 并不是焦点 而是说 如何在很多国家 极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之下 导致机密 又通过了 对亚投行的 创始会员国的加入 这种决策的过程 争取他们国家最大利益 跟国家最大利益的决策的政府 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 请看第二页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美国确实外交有挫败 那么金融大国 西数加入 英国法国奖 这大家都知道 石油大国 商务力阿拉伯 科威特 其实我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也加入了 以色列跟美国关系特别的密切 他等于是说 在美国反对下也加入了 请看 下一页谢谢 那么高效率的决策 最有趣的是英国 33号他说加入亚投行 而且他说是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 决策国家很机密 完全就没有经过国会讨论 法国也很有趣 我特别去查了法国的网站 不管是报纸也好 上次到政府网站 根本国会没有任何讨论 就通过了 那么法国是商务所长 是一直有改制成 第六共和内阁制的呼声 第六共和呼声 那么我们其实也请大家看一下 菲律宾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小国 他加入亚投行 而且退出了TPP的谈判 那么加拿大也不再热心参与TPP 也就是说 我讲 我举这些例子 都是我们正在发生的国际时事 表示国际时事有变化 因此我们政府机构的决策过程 决策的效率是否要进行调整 请下一张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切入重点 行政院长 又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那么 刚刚徐有为兄讲得非常非常好 没有错 如果说 他现在把国会同意权 又从总统手上拿掉 似乎会对人民的这种剥夺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 稍微有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个人认为总统是作为全国人心统合的象征 因为从过去的选举 我们越来越可以看到 两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于当选的总统 我们是爱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 那么他是越来越失去整合 全国人心的政治动能 是不是让我们思考 让他脱开跟行政当局的国会的互动 也对统独跟正正的互动来保持距离 因为他进入越深 就越容易失去尊严 那么如果说 他能够操软一些 他能够保持最后的决策的尊严跟弹性 那么能够对 有做更 在行政跟国会有制到僵局的时候 行政跟立法 自行按照他的负责心事来解决 那么政局动荡也不会因此 就影响到人心的解体 请看下一张 那总统解散权 就是说如果 这个行政院如果零一基础 这当然是我们谈到的 这当然我个人赞成是 立法委员要接任官吏 那么当然这边又有一个 配套措施 立法委员这么少 接任官吏之后怎么办 那当然有所谓代理人的制度 那法国有所谓代理人的制度 就是代理人跟候选人是一起竞选的 海报上一起看到他们两个名字 那如果说立委 这个立委进入接任官吏之后 他的代理人可以继续在国会 担任国会议员 对方立法委员 这样就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法国的设立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能第二轮还可以再谈 那么接下来看说行政院赋予不通过 或是立法院通过发动国会起产权 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今天的讨论议题 有一个说总统滥用国会起产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议题 似乎并不存在 因为你担忧总统滥用 可能是表示你立法院行政院 对自己民意基础不自信 对自己政策推动的不自信 如果说这两个院都有同样的民意基础出来 那他应该去有那个担当去进行他的决策 如果说他有自信他的决策是符合民意基础的 那么总统又何来滥用之可言呢 而且再说了我们说总统 国会起产权也不是由总统来做 而且是应该由行政院来发动 那么总统到时候以他的民意发出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请看下一张 谢谢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制度是说行政院表示 如果对某法案负起政策责任者 该法案是可以通过 但立法案可以对之行是倒戈权 这个制度上是会比较 目前以习惯的角度会比较极端 但是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过去这十几年来 从1997年以来 我们的台湾的政局的变动一直非常的 稍微对立一直很激烈 那么等于是很多重大决策 都越来越没办法进行 没有效率的进行 但他说都要协商 要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获得朝野共识 那越协商呢 共识也越难达成 这是我们所经验看到的事实 所以说你与其不决策 好了决策 或坏了决策 一定要让有人能够决策 进行决策之后 再来追究他的责任 再来追究他的责任 让行政院决策又有效率 而且也敢 而且也应该对立法院负起责任 现在变成说好像以后一人做什么 都动辄得救了 那么这样子没有决策就越来越不能 就针对目前的国际情势 做出对台湾利益最有效率 最有因应的决策方式 好那么该事 如果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就是如果说行政院表示 对某法案负起一个政治责任 那么他就事为通过了 那事为通过 这一点当然是对国会权力 有一个很大的约束 有一个很大的束缚 可是这也是出于无奈之举 因为这样子的话 对于决策就能够继部进行 但是如果当然 对立法院对这个决策不满意怎么办 那当然就提出倒戈了 那当然就提出倒戈了 所以这一点还是作为可以全责相扶的 好 请看下一张 那么我们就看最后 我提了一点 就发了国会议会 对于国际医务文件的审议 这点虽然是有点掏出今天范围 可是也是我们之后思考的问题 因为法国是个大国 那么他的签署的国际条约结局非常的多 那么他的占用 审议这些时间 占用到立法苏联合一半以上左右 所以说他的国会议事规则128条 特别规定 对于这种国际义务的批准 法律只有三种表决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 那就是批准了 第二种是反对 拒绝批准 第三者或是推迟 他是没有讨论跟修正的可能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然这是符合他们法国国家利益的做法 所以他才会制定的这一条 法国国会公民议事规则 那他们制定议事规则 不是国会自己制定 制定完之后还要送宪法委员会审议 宪法委员会认为核宪才会这么做 所以法国精英们是认为说 这样的做法 只有三种结果讨论的做法 是符合他的国家利益 所以他们才会比较简单去做 当然这些 贵院所合可的讨论 但是我作为医并 国会跟行政院互动的时候 把医并提出来 作为大员的思考方向 谢谢各位 好谢谢李逊成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叶大华叶秘书长 主席还有与会委员 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今天的发言代表两个身份 一个是台少盟的秘书长 另外一个是18岁公民权推动联盟的召集人 那很高兴有机会受邀出席 那我今天会聚焦在谈 18岁投票权这个修宪案 那回想起过去这几年 已经跟在座 包括有委员政委员 很多的委员合作 推动下收投票年龄议题 不管是宪法第130条 还是公投法第7条 其实过去十年来 18岁公民权 从甚少引起关注 到如今终于能推进这次修宪议程 并且获得最大共识 除了这几位委员 还有民间公民团体 长期的努力之外 最主要还是在于世界各国 以18岁为投票年龄的主流 于普世价值的发展趋势 以及高龄少子化社会人口结构的转变 形成公共政策资源分配 往高龄人口与拒投票权族群倾斜 造成世代不公 进而引发世代对立的严峻挑战 就连今天的媒体的民调也报导 新总统需要解决的12个问题 其中第一名跟第二名分别是低薪 还有买不起房子 第五名是台湾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从这样的民调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正面临的是一个 债留子孙世代不公 世代对立的一个严峻的一个问题 世界上多数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 陆续将投票年龄 从21岁下修到18岁 他们是以世代争议的观点为出发 相继来推动降低投票年龄到16岁 目前是进展到第二波到16岁 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 当国家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 首度超过1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的时候 就必须把投票年龄下修到16岁 以维持不同世代发生的平衡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要回应前面 几位与会先进比较没有触及的 我们现在面临下修投票年的问题 不只是民主政治的直接民主的问题 它很大要解决的是 世代倾斜跟资源分配不公的议题 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一个 公民参政权益的被剥夺跟限制的问题 那由于台湾即将在2025年 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那目前呢我们 台湾自己目前已经进入了高龄社会 也就是65岁跟15岁的人口 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所谓黄金交叉点 所以这种支撑为了支持世代争议 而下修投票年龄的做法 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次修宪的时候 来做借禁 那此刻修宪刚好最快 我们如果可以如愿在明年2016年 公同把大选来做修宪 下修投票年龄 刚好可以衔接上 2020年18岁的首投足就可以投票 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 恐怕到2020年都还没有机会 让18岁的首投足 可以行使他的公民权益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更严峻的问题 那国情跟台湾社会类似的日本 经历五年准备 也在去年完成了 推动国民投票法 下修投票年龄 台湾已经无法自外于这股 透过下修投票年龄赋予 青年公民参与的潮流 跟投票的基本人权 因此如果说第八次修宪 要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本人肯切期盼 应当要让宪法130条18岁 对投票权修宪案完成三读 交付2016年大选 人民公投复决 让扩大公民参与 回应世代正义 建立权责相符的修宪精神 得以彰显 而投票权下修这件事情 基本上也是在谈 权力义务权责相符的一个议题 那世界各国对投票权 所做的各种相关因素的限制 像种族、肤色、阶级、宗教 乃至于年龄的限制 大部分都被排除或降低 唯独我国对于目前 对于保障民众的投票权利 虽然也有大幅的进步 包括我们现在正努力在推动 身杖人士的友善投票权益 但是却唯独在投票年龄讨论上 没有积极的作为或是停滞打转 而我国投票年龄维持在20岁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修宪门槛过高 宪法到现在动灵了68年 1946年到现在 我们虽然有不少委员 也曾经单独提过 但是这个门槛太高 所以现在是一个契机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为所动 都以民调来呈现社会共识不足 而加以阻碍 这个问题将会无解 第二个就是年龄歧视 民主社会中最直接的公民权利 就是投票权的行使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 其中年龄是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它象征着这个社会 对于年龄所代表相对应的理性判断能力 以及权利的赋予还有认可 不过因为年龄成熟度的判断 是由成人所定义跟掌握 因此也容易造成年龄歧视文化 不利于赋予青年积极公民权利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18岁的青少年或年轻人 可以组织家庭当兵考公职 却不能投票 权利义务不对等 造成了他们参与 这个透过选举投票权 被选举权的限制 来做直接的公民参与 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至于马总统经常以民调呈现 社会共识不足而立足下就投票年龄 我想说的是究竟民调要参考哪一份为准 而且民调的准确性涉及题目设计 跟抽样对象跟方法 如果没有常态且系统性的进行相关民调 要如何说明哪一份资料 是最准确最具有参考价值呢 我们如果参考日本跟南韩的经验 他们的国会下的智库是常年常态性 在研究这个议题 他们准备了好几年才终于确认认可 要来推动这个议题 那反观台湾对这个事情 仍然就是焦灼在这里说 以没有社会共识停滞不前 那么如果以我们台少盟近十年来的民调 我们自己也看到 台湾社会对于投票年龄共识 其实是持续在有变化的 从原先高达八成的反对 逆转为这几年将近有超过五成的支持率 在以去年我们所举办的台湾第一次 全国青少年投票日的调查 有13000名的16到20岁的投票的青少年 他们总共有81%的人表示 同意下修投票年龄 所以投票年龄的降低 能不能达成社会共识 如果只是用所谓的未达社会共识来抵制 或是赋予18岁青年公民投票权益 2013年我国首度举行的两公约 国家审查会议 国际人权专家就已经给我们台湾政府 一个结论性建议指出 政府对全体人民的人权有履行义务 且不应只以公众的意见作为履行的条件 此外依据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第25条一般性意见书 这边指出 投票权规定的最低年龄限制 须有客观跟合理之标准 然而我国人民常以身心成熟与否 反对降低投票年龄 却无视于社会的变化跟发展 而限缩或剥夺青年的公民权 因此我们主张应该要以现行法令要求 年龄18岁满18岁者 必须应付起完全形式责任为准 作为下秋投票年龄全责相符的修法依据 还给18岁青年应有的公民权益 这是最客观也最合理的标准 也才能够抛开生气成熟与否的争议 跟上民主政治的脚步 最后我再用一点时间 就是我们认为世代正义何时实现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虽然大家对于美好的国家未来的想象不同 但所有宪改蓝图目前交集共事最高的修宪案 就是宪法第130条的修正案 我认为如果朝野政党 因为政治考验的措施这次修宪的机会 放弃了或是交换牺牲了18岁投票权 不仅会立即直接影响超过百万青年公民的参政权利 更有可能让人民失去将来再度启动修宪的信心 更遑论我们在要求的全面宪改 在孩子生得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无力负担 抚养照顾责任的时候 我们呼吁修宪委员会能够把握住这一波 由下额上参与修宪的契机 务必让攸关世代公平正义的18岁投票权修宪案 能够在本会期完成三读 工厅院既然有共事了 就应该交付立院大会来做审议 最后能够尽数来交付明年的总统大学公投 我们才有机会启动大规模的社会沟通 凝聚社会共识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人民所质疑 好像我们劳师动众却一事无成 那么谁要负起这样的政治责任 最后我想就是 除了今天的这样的意见的表态 我想要反映一件事情就是 未来还有九场公厅会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女性的代表 出现在我们当中 因为修宪这件事情是 攸关所有人民 包括不同族群性别比例的平衡 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谢谢 好 谢谢叶明寺长 我想大家都听到了 我们在场草原的招委 我们大家自己各自要负责 各自党团的推荐 就是我们对 我想说我也会来 给国民党党团讲表达 就是说有女性的代表 来表达 不管是学者专家教授的意见 接着我们请叶清言叶教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学者专家 在场的记者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针对这个 非常荣幸 能够到立法院修宪委员会 来谈这个议题 不过坦白说 我要很直率地说 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是假议题 好 那其实对 身为中华民国宪法学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东吴大学的 法学院的 兼任教授 我在学校教宪法 我想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宪法征修条文第12条的修宪门槛 除了要过立法院以外 是要选举人的总额过半数 好 选举人的总额过半数 不是只要过半数的公民出来 投票过半数同意就好了 好在这样的门槛下面 其实 不管是哪一个议题 我想大概最后都不会过 但是当然 现在两党都非常的积极地表示 我们有修宪谈判的意愿 好 所以也就要开这个委员会 也提了很多提案 那是不是 到底意义在哪里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 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 再来正如刚刚前面 一位先进所说的 针对三个议题里面 第一个议题 看起来 大家好像两党都有共识 好 但是与其说是两党有共识 不如说是两党都不愿意得罪年轻人 好 刚刚这某一位先进说的 好 其实我觉得可以两个问题去 大家可以思考 第一个是 如果与其推动要修宪才能修正的投票年龄 怎么没有看到立法院在修正民法的行为能力呢 民法只要修法以后 就可以把行为能力调到18岁 如果一个人连房子都不能买 连车子都不能买 却可以投票 这岂不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吗 好 那么另外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到底我们现在相较于制限当时 现在的年轻人是比较成熟了 还是 其实或者没有更成熟 好相较于制限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是扛了更多的责任 还是其实没有 其实这是客观上可以思索的 好 我不用反对18岁往下调整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 恐怕是不是相关的社会运动团体也好 立法委员也好 或许应该要先调的是民法的行为能力的年龄 好 让我们有完全行为能力先调到18岁吧 再来谈投票权 好 那另外再来 就是在改到内阁制的部分 我想其实大家可能印象有心 在我念大学的那段研究所那段时间 台湾的宪法是常常变动的 好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行政院院长的附属权 跟格魁的同意权被修宪被拿掉 好 当时的也是国民党跟民党两党 有了共识来做这样的事情 把整个倾向于内阁制的宪法制度 完全修正为 现在这个好像总统制 又不像总统制的制度 好 我记忆犹新啊 大概在三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之前 民进党还高升的几乎 我们应该要回到内阁制 去年的时候民进党还办了研讨会 当时包括现在的党主席蔡英文 蔡老师也公开的宣称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应该要走向内阁制 然后但是很奇怪 到了现在要提案的时候 民进党一旦发现 自己非常有可能取得中央的执政权 选上总统以后 在所有提案里面 内阁制都不见了 完全消失了 我看到我很多学长 倾向于绿营的学长 之前也非常大声的呼喊说 台湾应该走向内阁制 最近也都不讲话了 我其实很好奇这样的趋势 到底是真心的希望 为台湾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政治制度 还是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 在某一党之私 我其实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最后我其实要回到 我回想到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听到一位长辈说的话 我其实要跟各位委员 跟各位先进分享 那个时候我们在举办一场辩论比赛 好 然后呢 其中一方的论点是说 这样的一个 对方的这样的主张是违宪的 好 后来这位长辈长评的时候 就说违宪 这不是很重要啊 我们现在这个某某师兄 他就是立法委 就是国大代表 憲法每年都在凶吧 跟期刊一样 所以违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我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常常在修正 好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宪法 跟自己的主张不合 或不方便就要修正的话 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长存的 好 与其常常修正 不如认真行献 好 我想这个是比较实在的事情 谢谢 好 谢谢叶欣寅教授 接着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位教授 我们请施政峰施教授发言 谢谢 谢谢 主席各位先进 我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 立法院也办了十场这样的修宪 要国会减办 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 那个时候应该是沈富雄沈大佬打枪 说人家已经决定结果了 你们学者还在这边干什么的 好 ok 我也要感谢当时是清明党的 许愿国的立委 好 让我们还是有机会讲一些话 做历史的见证 那当然这次十场 那希望是有机会做个比较深一步的 这样的讨论 好 那我先把结论讲一下 ok 第一个呢 就是说十八岁的大家不愿意碰吗 ok 那第二个呢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目前的宪政僵局要恢复同意权 我认为与其恢复同意权 不如把宪法的那个冻结 有关于最高行政首长是葛奎 行政院长这个不把它冻结掉好了 不要把那个结弄来越来越轻 那是一个修宪的一个盲场 那如果真的要破解这个 所谓的政治 行政跟立法的 这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有关爭绝这个部分 僵局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说 应该把目前所谓的 如果国会通过一个 那个我们觉得不满意的那样的法案的时候呢 那总统的这个 他如果要否决的时候 他要防止这个国会反否决的话 他应该只要三分之一就好了 不应该是改为二分之一 内阁制的精神 我觉得是 但是我觉得那也 目前也不是那样的问题 ok 好 至于国会要不要增加呢 我们知道上一支 但是国会检办其实是狗屁道兆 ok 是有圣人 高度的选择 要坚持诚信 我觉得那是开玩笑 坦白讲 还好 这次我们看到 有提到说 这个上次我们看到 都有朋友在讲说 阿扁当时跟原住民讲说 一组应该有一席的立委 这个部分 我看到李俊玉立委等等 袁绝安教授 大家忽然都有开始寄到 我就觉得说 刚才杨教授也提到说 我是人口的开三次方根 应该是差不多290 280 290 左右 你现在在运作 其实大家知道是有困难的 大家在疲奔命 ok 不必要用 所以我第三个 第三个结论是 第四个结论是说 其实内阁制式的缩理是不够的 我要增加国会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内阁制 然后因为 立法委也要去兼 这个所谓的部会首长 所以只好 坦白讲 其实这也是一个2 前面那个18 18岁的是要跟太阳花的做一个2 然后同样的 这个内阁制 这个其实是要跟国会员 同意的所谓的修宪的另外一个2 增加国会其实大家都有希望 ok 那我现在回头再讲说 目前如果我们政治学者 如果也是像医生一样 就是说 先所谓的 所谓的问诊 病理分析在开药的时候 我觉得目前现在看到的 这次的所谓的修宪 就是九月政争 从头都回到九月政争 那九月政争 然后他就讲说 这个所谓的全责 这不相符 总统有权 国会 这个所谓的总统有权 无责 那行政院长呢 有责无权等等 那看到他这样的像 他的病理分析以后呢 接着他就讲说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要 第一个呢恢复 这个所谓的国会 隔壁同意权 那接着是要不要 以内阁制 才可以这全责相符 那当然接着第三个 其实真正的就是实质上 大家 一家烤肉三家乡 就是所谓的真正的 增加国会的习次 我觉得这样子 是真的是 一个好的 一个这样子的诊断吗 我是觉得 是相当的这样的怀疑 也就是说 当你已经决定说 国会要增加 然后再回头再讲说 内阁 然后再讲 讲了一大堆理由的时候 我一讲说 到底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是因为决定说 要几间厕所 再买什么的房子呢 还是决定说 我们小孩子几个 现在要怎么样的 这样的房子 然后再决定说 我们的TV要多大 然后厕所几间呢 要不要SPA等等 我觉得英国关系 是刚好相倒的 颠倒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说 用国会跟行政总统之间的 强跟弱来讲 就是说总统强跟弱 国会强跟弱 二乘二四可能是的话 我觉得目前 我们看到的典范 美国的总统制是 强国会 强总统 国会是相当的强的 你看他的国会图书网 看他的立法 包括他的等等 那些所有的幕僚的部分 如果我们今天 把那么多的流浪的博士 拿去当我们两位立委 三位立委的助理的话 那多好啊 不是拿来做公关的话 我当然我知道 各位的立委的很强 幕僚很强 OK 那另外一个是总统是很强啊 总统除了说 他所谓的各个部会以外 你看他光是白宫里面 有多少的幕僚 多少的委员会等等 不是只有各个部会而已 反正各个部会 是比较做所谓的 印象官僚的那种的运作的 我现在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我们的国会很弱 总统也很弱 也就是说 国会无牙 总统无耻 不是耻 不是那个耻 好 OK 也就是说 他没有监察权嘛 没有什么的调查权嘛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看他的立法等等 那些东西是相当的弱 你每一次看到他们 其实立法局很认真啦 但是我觉得 那个幕僚还不够 你看那个国会图书馆 在美国 你所有的书 一定在国会图书馆 可以找得到的啦 那接着我们的总统坦白讲 我们总统 只要出来讲话的时候呢 那其实不是 你知道在野党 其实上次核四的时候 我们总统是民选的啊 然后呢 你看啊 那抗议的是要去抗议他 但是他讲核四的时候 那我们的林毅雄就出来讲说 你叫他下拉吧 那我民选的总统不能讲话 那当什么总统嘛 我是觉得是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 应该是强总统强国会的 现在搞成一个弱总统弱国会 然后又弄了一个虚假的道讨人说 是我们总统权力太强 国会太弱 我觉得是错的 好 我觉得是错的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我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回头讲说 如果是真的要check and 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的时候 一个大的全体就是说 你的国会要很强 我觉得恢复国会同意权的时候呢 只会找出来的那种的行政院长 是唯唯诺诺的啦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看的大学校长啦 如果是民选普选的 不是绑装就是没有用的家伙 没有派系的 我坦白讲啦 真正有那个想要改造的那种人 是选不上校长的 普选之下啦 好 OK 所以这个是 我是觉得是 目前为止 我会觉得说 甚至我们看到的 那个所谓的九月政政 基本上是总统的行政权 是零月国会的这个权啦 而且那个时候是一个 国民党执政党的总统 然后面对一个执政党 控制的一个王近平 也是执政党的 这个跟在野党 完全没有关系 跟宪政体系没有关系啊 我这样的比喻就是说 你今天开这个时候 开的不是很顺 到底是司机的问题 还是司机的问题 还是车子的问题啊 你把车子换掉 能改变这样的问题吗 我是觉得这个逻辑 不是很清楚的啦 好 OK 好 那结果如果我们 真的是要讲说 恢复国 恢复的隔壁公立权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然还回头讲说 那我们九七修宪的时候 那几次 为什么要朝这样的走向 除了说总统直选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总统代表国家的主权 然后他可以超越党派 超越族群 甚至某种程度的统独之间 做个某种的统学 好 这是一个我们那样的期待 但是呢 恢复了各位同意权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回到双手掌制的 双手掌制的特色大概是两个嘛 一个是总统直选 然后一个是国会 是取得国会的这样的同意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所谓的mandate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双手 我们还不要讲 这些机会还没有讲到说 内阁制的到底有缺点 那双手掌制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 他的总统跟这个总理的权性 是不清楚的啦 我们说如果是从最弱的总统的话 大概像爱尔兰 那个是虚尊的内阁制啦 然后最强的大概就是俄罗斯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法国 然后中介于中介的 大概两个字件 这边一点讨价还价的 大概就是波兰这个部分 即使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法国的时候呢 也是要看你的执政党你在国会的这个席次 然后总统你的派系能不能整合这个样子啦 那我只是说最坏的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乌克兰的部分啦 乌克兰从91年独立到现在 每一次政变然后吵来吵去的时候 就把总统拿掉几个 然后总理拿到几个吵来吵去 而我是觉得再回到那个时候 还是论还是一个乱象啦 好谢谢施教授 我们第一轮发言完毕 抱歉我就不 不中间不休息齁 把握时间也方便大家把握时间 那我们有几位我们本院委员 有登记发言 我们让他们发言完毕之后 我们再正式进入第二轮 姚文志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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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志委员不在 李俊逸委员 李俊逸委员 李俊逸委员不在 我们请游美女委员 三分钟好不好 刚刚是李俊逸委员建议的 不好意思 好 请大家把握时间 好 谢谢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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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主席 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 以及我们所有练习的 我们的专家学者 那今天 非常高兴能够聆听 各位专家学者 所提供一些的 宝贵的意见 那的确呢 就说对于这一次的 所谓的一个 宪法时刻 那的确呢 是千载难逢 因为呢 几次的修宪 最后把我们的宪法呢 把它变成这个 神主牌 那变成把它完全冰冻起来 没有办法修宪 那因为太阳化的学运呢 让这样的一个修宪呢 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再加上 就是太阳化的学运 那可批的现象 再加上九合一的选举 让国民党呢 也愿意呢 就是说 这个重启 这个修宪的一个契机 那当然也诚如 刚刚的这些的委员 所提到的 这个到底是一个真议题 还是一个假议题 那那么高的一个门槛 到底能不能 这一次到底能不能通得过 所以是不是只是大家讲完的 那当然这里就是说 好 全民的意志 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 启动这样一个修宪 在这个太阳化学运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人民才是主人 那同时呢 这在一个 所谓的三权分立里面 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全责相符 那这个互相制衡 所以呢 当我们的这个行政权 凌驾于立法权 同时也凌驾于司法权的时候 那这整个一个宪政体制 的确出现了问题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修宪 那我们也看到是 我们的宪法 根本不是由 人民来 这个 就是说所提出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在德国 这个德国的一个学者呢 他提到说 宪法是 人民写给国家的情书 人民把对国家的想望 对国家的期待 完全写在 用白纸黑字写在 这样一个情书里面 所以我们说 宪法是 人民全力的保障书 也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 那国家 必须要根据这部宪法 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呢 在我们的宪法 不是我们台湾 2300万的人民 没有一个人 参与的这样一个宪法 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 在这一次的修宪 当然非常重要的 就要让全民能够来参与 所以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 在立法院呢 我们说 开了10厂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公厅会 但其实呢 能够参与的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 建议主席呢 是不是后面的9厂 应该要开放 让公民能够来参与 一起来让这个 全民的修宪呢 能够达到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到说 好 国民党抛出说 我们应该要 裁所谓的内阁制 应该要让这些的 呃 委员呢 来兼这个所谓的阁源 但是我们看到说 这个隔魁的一个同意权 或是说内阁制 不是你今天只是加一个 隔魁同意权 或是说我们改内阁制 那这样子就是 就是所谓的内阁制 内阁制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是把总统虚位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一个 限制里面 我们知道说 总统是我们已经 形成一个 宪政的一个惯例 就是人民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要直选总统 而且现在人民所要求的是 我们需要 能够一个所谓的大意识的 这个直接的就所谓的民主 省议式的一个民主 所以在这里呢 就你这个隔魁的同意权呢 你必须要再加上 一个所谓的主动的解散权 那还有就是有 代表性的一个国会 那这代表性的国会 牵涉到说我们的 立委的这个席位 是不是应该要增加的问题 也牵涉到漂漂不等值的问题 所以这些必须要整个一个配套 谢谢 谢谢主席 尤其是谢谢今天在座各位 专家学者 谢谢林宝贵的意见 那其实好多朋友在 我们当时都一起参与 九期限改 以及之后的限改 参与限改的经验 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要全面的去翻修 我们的政府体制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那一个工程绝不是说 是时长像这样的工厅会 以及我们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 所可以进其工 以九期限改来讲的话 我们有多少多少的 许许多多的分组会议 不断的在进行 那这些分组会议 它所能够吸纳的民间的力量 就如刚刚由美女委员所讲的 民间各界都被吸纳进来 整个限改过程之中的 这个修宪的过程 那也弄出一个 我们目前十分不满意的 一个宪政制度 那更何况说 以这一次时间这么冲促 马上只剩下半年就要大选 然后我们所能够做的准备时间 这么有限的情况之下 要去动政府的体制 但是我也认为说 那很可能是一个假议题 因此呢 这一次的民间 非常强烈的一个修宪的呼声 我觉得我们 以两阶段修宪来看待的话 是比较务实的 那如果要讨论两阶段修宪的话 我是认为说 第一优先 我们采取降低投票年龄到18岁 第二我们应该要让这个社会 有更多元的政治的参与的话 我们可以去降低政党分配席次的门槛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权力宪章 人民权力与义务相关的条款的修订 如果我们把它规范在 就是规约在这三个项目之中 下去讨论聚焦 我觉得我们比较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 在未来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 去寻找出一个共识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把政府体制相关 哪怕说你只讨论隔回统一圈 哪怕只是讨论这个 很可能都很难形成共识 然后会虚耗掉我们非常多的时间跟智慧 那光是这三点 我们到底政党的门槛要降到几% 那他要不要合并这个其他的配套 那以及要去形成对于投票年龄下降的 一个整体的社会共识 我觉得就够我们贝多利分 就够我们去忙的了 所以我是比较认为说 用两阶段修宪的方式来看待 我们这一次的限改大业 才是比较务实的 谢谢 谢谢管委员 请赖政昌委员 主席各位写者专家各位同仁各位伙伴 那我请代表台联党 发表台联党团 我们对于我们这一次修宪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期待我们能够所有修宪委员会的成立 然后也进行修宪的这一个工程 那我们台联党来讲 我们认为说这一次的修宪有它的意义 但是以现在来讲 我们在各方面来讲 我们对于修宪 互以很高的期许之下 我们有各种的修宪议题的提出 但是我们觉得说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能够说 以能够说落实各种的修宪或完成来讲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 两阶段三门槛的修宪的原则 所谓两阶段的话就是说 我们修宪的话 一定是先修有共事的 再修无共事的部分 不要说我们想要避其共一役 因为我们知道说那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我们要配合明年的总统大选 而且我们往前推的话 我们还要再公告六个月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会期 在这个六月底之前 我们要把我们能够说配合公告时间 我们要修改的这个 能够做完成立法的这个程序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大概不能够去讨论一些 到现在有很多 连基本共事都没有的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人 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 总统制内阁制或各种的 这些其实真的它的难度很高 我们应该是比较务实的 采取两阶段来修宪 我们把有共事的 我们赶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就能够说踏出第一步 然后后续 我们再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修 那在这个两阶段的修宪之下 那我们认为说 那第一步在我们要建立的就是 我们要完成三门槛 降低三门槛 这三个门槛分别是 降低投票的年龄门槛 第二个是降低政兰的门槛 第三个是降低修宪的门槛 降低投票年龄的门槛 昨天在内政委员会已经是公投法 已经说大家有共事 而且这个我们的行政院也同意是说 我们已经是把这一个公投的年龄 降为18岁了 那如果说公投年龄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接受 社会都可以接受18岁 在我们这个修宪的投票的年龄 没有理由说我们不接受18岁 那降低政党的门槛 现在的5%的话 现在是台联提议是降为3% 而且这个 这个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 也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主张诉求 我想这个连执政党都也是认同这样 应该是这个门槛应该也是共事性很高 都可以来做 那第三个就是修宪的门槛 我们也是主张 我们要让修宪的变成可行 我们要把这修宪门槛做一种降低 那以上是台联的主张 谢谢 谢谢賴政参委员 请李英勇委员 主席本院同仁 再度感谢今天呢 这个学者专家来参加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修宪委员会 尤其在 但没有办法把每一位委员先进的 这个专家的意见啊 来做一个回应 但是基本上 就 举这个18岁这个部分来讲 非常感谢这个在书面上 像黄国中委员律师啊 这个书面准备的非常 可以说是这个Literature Review 做的太详细了 有关这个 那叶大华秘书长 就18岁的部分 可以说是全部主张 我认为这个深论非常有力 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潮流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同意 叶庆元先生 教授啊 说这个是两党 为了因应18岁的这个选票 我想应该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实在是 放在世界的座標来看 也是很多国家都已经处理的一个问题 那这是第一点非常感谢 非常的就这样的一个议题非常的深入 那其他议题当然 没有办法 这么短的时间有一个共识 但是我想就民进党的主张 我想替蔡英文主席讲一下 蔡英文主席在主持最近 对社会公布的民进党修宪的立场 他亲自主持了这个修宪的这个会议 在这个那个会议里面他特别强调 我们没有框架 大家我们觉得怎么样是最好的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来做 所以这一点 几位先进还是媒体上也有提到说 他过去也赞成了这个内阁制 我想他应该还是这样 但是他都后面都有讲 他说这是应该长期的 这一定非常非常长期的 一个努力的结果 必须要很努力来处理才有办法 所以他这一次在讲 我们民进党就这一次来讲 是因为现在主流民意 是主张总统直选 除非我们能够再度废掉总统直选 这个总统的权利 尤其像台湾的服务员就是这样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条件 时空之下 我们内阁制没有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以这个为主轴的状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加强 像施政峰教授所讲 让总统更加有权 让国会也更加有权 那讲到国会有权的部分 就很感谢李富天监委教授这个主张 其实我们在立法院经常用监察院这个 审计部的很多的决算的审查 非常多的 那审计部是这么大的一个部会 这么多专家 所以这个部分就说 立法院如果要处理这些事 国会都要抢 国会一定要把监察权 相关的弹劾权 议算审查权都要加进来 我想 我们先确定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 大家同意不同意 然后往这个方向逐步的来发展 因为修宪不可能 宪法不可能是一次就全部到位 但是大家如果同意 逐步的大家共同来探讨 今天再度感谢大家 学者专家那么多宝贵的意见 虽然意见不一定都完全同意 但是非常的敬佩 谢谢 谢谢林医研委员 请李同浩委员 主席 作为委员 还有作为学者专家 我这边非常感谢学者专家们 今天的这么样的一个尽心尽力的准备 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上 没有看到委员 就认为好像你们是在对空讲话 其实我们是在办公室 非常仔细地在聆听 因为我们一边做事 还要聆听各位的专家意见 那么本席在这边 还希望在第二轮的时候 我们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就现有的政府运作的僵局 你们的见解是什么 譬如说第一个 总统虽然是直接选出来 他在就四年前他 或者是几年前他反映了民意 可是时代的变迁 他的决策本身是跟民意产生落差 而这个落差本 现在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所谓的check and balance 第二 这个也就衍生到今天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中间 会产生僵局 就包括刚刚也提到 可能有属于不同的政党 这个情况之下 他在运作上就会产生一种 没有办法推动下去的一个困境 这个在美国今天也发生了 但是美国因为有长期的一个 历史的民主的过程 或者是一个经验 他们或许可以透过人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我们在这边 似乎缺乏任何的沟通机制 导致了我们今天 很多很多的重要政策 没有办法推动 也没办法反映 现在的社会的需要 所以我希望第二轮的时候 请諸位学者专家 能够在这方面 给我们更多宝贵的意见 大家不要有灰心 因为上一次修宪的时候 立法院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有的这个宪法修正案 但是到最后呢 对不起大家很不喜欢的朝野协商 就会把结果弄出来 以上 谢谢 谢谢李川委员 我们最后请柯建民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 同员 大家好 今天在同样一个场所 过去修宪就在这里 那同好刚才讲到 过去怎么修宪 朝野协商 事实上我今天来这里 特别是想 因为时间有限 要讲过去怎么修宪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修宪 那民党基本立场 可是我不见得时间 能够让我足够发挥 那针对过去怎么修宪 那针对过去怎么修宪 当大家 在场所有学业的专家 搞不好 民党电委员可能 那时候也在场 就是说 过去修宪的时候 所有各党各派 所有委员 大家自己都提案 也就在这个地方 九州大乙堂 搞风 那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现在不一样 那社会氛围整个压力底下 好像修宪 变成一个很重要 那现在整个社会氛围 当然有这么一点味道 但是 在九州大乙堂 整个修宪 启动以后 曾经修宪委员会 当时是有11个招委 像主席团一样 现在是5个招委 因为人数减 降低了 所以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修宪委员会 开很多次会议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最后 由我代表民党党团 提一个民党的案子 这种前 代表国民党党团 提一个国民党休息案 最后 这两个再去互委 再去互委以后 再开了六场公厅会 就像今天一样 再开了六场公厅会 把所有问题都点出来了 然后呢 那最后这个是要 十字三通过的啊 最后再整合一个版本 由朝北各种人共同提案 那在院会处理四分三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过去修宪是这样的情形 是有经过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修宪 那我们要开十场公厅会 上十场公厅会 那修宪 假如 不管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你修完了以后 那还要公告半年 然后 中行要准备投票三个月内要举行 所以 找一个月的话 加半年的话 要七个月的时间 回头往回推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修宪 必须在五月底以前完成 五月底以前完成 那现在是十月初了 十四场公厅会 今天是第一场 所以这个看起来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图像就很清楚了 假期要怎么修 现在外面时间都修 我们还能做多少事情 势必 大家要务实一点 势必只要两阶段 以后第一阶段 他比较有共识先处理 那你现在 还有很多社会声音还没进来 包括有县改员们 很多团体都要一直在组合 社会的平台还没建立 社会还没来讨论 那你说现在今天我们要谈到 政风中政府体制的问题 有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弄得出来吗 包括比较重大问题 各位同意前等等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委员以及乃至学专家 所有社会人士要很清楚 让我的时间上修宪 那为什么要修宪 那要开始想这个问题 那这很多邏輯观念的 那很多不同价值会进来的 记得318的时候 学生讲说 最重要的是 待遇政治的失灵 有前文的总统 那318以后 大家对修宪 第一次有一些看法 那后来 我们今天谈的 过去修宪修这样 今天要修的话 只要待遇政治失灵的问题 跟这个是国会 憲政改造和国会改革 一样来看待 我是建议大家要有这个观念 国会改革和先改造 是一个一体一样来看待的 那待遇政治失灵 很简单 假如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都是在民意底下去 去选择 这种议题 符合民意的话 不是买意操作底下 压迫底下 那待遇政治怎么会失灵呢 这跟国会的体制也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讲 就是说 我们应该很务实地看待一些事情 为什么突然 因为诸位人讲到 要选党主席 就讲了内阁制 以后我们听到不任何声音 他内阁制依然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诸位有可能成功修飲共族吗 不可能吧 他在国家重大议题上 从未没有做过很深刻的 表示过意见的人 他就要外面当党主席 哪至于他可能选总统 都一回事情 他把他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设计进去 所以要 都变成要内阁制 但是呢 这样的行为 我们可以端定出来 都已经比马英九更违背民意的人 甚至危险的人 你说的要信息去什么 你发内阁制 大家都是电影内阁制 那根本不必搞 所以我今天大家都修正 要很冷静的来看待 第一个 当然一定要 整个国家体制要怎么弄 不要太仓促 社会声音要公共出来 由下往上声音我们要吸纳 然后平台要建立 但基本上 我想很多我们同仁都谈过了 基本上基本款的部分 18岁20岁投票前 被嫌疑前 或是说这个门槛降低 那我们当然主张三权 三权分裂的问题 有些基本的 基本人钱的问题 这些 来聚焦讨论 可能会比较有效率 假如在整个中央体制 很多大问题上面 包括解散国会等等 你要重新设计 包括行政院主重提出 新论案等等 我想这个是要很大的社会公司 以上我们粗浅的讲法 就是说 我们要很务实的了解 现在是世界中人 五月底以前 要立法院孙三通过 才来得及 所以希望大家 在这点上面能够有所掌握 以上各种意见 谢谢 好 谢谢 可见面科委员 不好意思各位学者专家 因为现在三点钟 但是我想 我们刚刚有讲第二轮 所以我想 各位一定有准备第二轮的内容 我想可以把握时间 但我们时间就不必 每一个人都八分钟 就尽量想发言的 我们就自由发言 好不好 在场有哪一位 那林家政委 再来陈茂雄教授 好不好 来 请 抱歉啦 因为时间 我就很快的 在 因为 刚刚科委员也提到 这一次 因为我们今天是修宪委员会 第一次的听证会 那我们想一想 的确 假如照目前的高门槛 那我们 假如看我们过去 几次修宪成功 一定要两个主要的政党 大概是 有高度共识 我想在1996 2005 那当然现在 政治生态又不一样了 因为最近 尤其去年 泰文化协议 或十一五九号的 九项工资协计以后 台湾的政治生态 不一样了 那很多公民团体 当然有很多意见 而且我们也希望 宪法既然是 跟人民有关 大家能够及时管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到底我们这一阶段 要修什么县 到底的内容 要不要两阶段 之内 或第一阶段 要不要把门槛 稍微下降一下 那不然的话 每个有十分之一 就有 Beat of Power 在立法院有十分之一 席位 我想这个都可以 中和考虑 另外我们本来今天是讲 葛葛奎 彭毅全跟 要不要间论官吏 可是我接到通知 下礼拜四 又有一场 专门含中央政府体制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 下礼拜四 整个Focus 整个核心 在用中央政府体制 那我只是 一个很 一个呼吁 因为我过去几十年 大概 参与政治 尤其在1994年 实际上我还用 中国革命党中央政策工作会 第三阶段宣政改革 那时候实际上是我撰写的 所以1994年的第三阶段宣政改革 我想后来是革命党中央政策工作会 当时李总统交代了 写的 我们几乎把所有中央政府体制 每一种状况 大概都写的 实际上我们几乎 我们国内大家所讨论的 不管是中总制的内阁制的 中总制之内 没有行政院长的 或有行政院长的 总统跟行政院长 怎么去看立法院 怎么全责之类的合一 我想都有了 所以包括 现在国民党 我们也是 很多实际上都老朋友了 我们实际上 现在谈到要全责合一 这不是只有行政院长 同意前的问题 这也不是行政院 和立法委员 坚论官吏的问题而已 这有需要 从中央政府体制 全面做一个 思考 只是我们台湾 实际上 现在世界大概有 两个稳定的方式 一个是完全总统制 以美国式为止 一个是完全好像 隔会内阁制 可是我们现在大概 因为总统一执行以后 我们比较要 踩中间的 中间的话 我们也不是完全 是完全化隔 酸式旺制 可我想台湾大概 这种走向 往总统制度 发展应该是 我个人认为 比较可行性的大 那这个是代言 我们在下室 我们在讨论 所以我只是 呼吁说 修宪的东西 刚刚有些委员说 我们宪法以前 大家好像 跟人民生活无关 可是这次 虽然是1949 以前搬过来 证修条文 我们现在用 证修条文 把动员刊案 凝职条款也毁掉了 我们几次 已经七八四的修宪 都是我们本土 本身自己 搭一起来做了 所以我想本来 修宪也好 修宪是一个高度政治行为 修宪虽然是一个 法律行为 但背后也是 真的全力的 互相的运作 那本来民主政治 就是各种不同意见 大家互相和它协调 我想我们台湾 早就应该 超越难力的对抗 超越政党 由于修宪的东西 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是说 任何政治或法律制度 都有极限之处 我们常讲法有穷尽之处 不可能把一个法律 把所有行为都规范好 像刚刚黄国中黄律师也提到 讲到 Calculus of the Consent 我本身台下经济级毕业了 可我以后要去读政研手 我完全不知道 不要强调在政治行为 那我要谈调 政治文化的政治行为 再怎么讲 政治制度还是有它的极限性 那我们要实际上 Calculus 或行为之类 才真正要硬出 那我很单的一个结论是说 台湾实际上 我有几年的这样的走下去 我们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吗 我们真的吗 憲法出了问题吗 我个人是吗 我不曉得 我今天在这很多鞋子专家 我也算鞋子专家好了 因为实际的话 在政府部门待了十几年的政府首长 我的感觉实际上不是制度出问题 是我们整个要求求问题 我们文化问题 我们行为模式问题 怎么去加强 这是我真的感觉 那下礼拜四晚 他们又要我来参加 我会来参加 我再要对于所谓 全职合一的问题 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林大臣顾问 请陈茂雄教授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因为我刚才是遵守八分钟停止 所以事实上我没有讲完 我是接系刚才讲了 我刚才提了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尽量找有共识了 没有共识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浪费所有的资源 但有一件事情 跟各党的利益无关了 就第七次修宪的话 事实上是严重的错误 我在开玩笑的时候 第七次修宪很像 一个大人的长裤 你要把他改成小孩子了 结果把裤管剪掉三分之后 就变成小孩的裤子 那不可能 所以第一次修宪的话 有一件事情 就是废掉国代 这个发生是严重错误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那中华民国宪法制宪的时候 不可能 几半全国的选举 所以那时候人民去委托国代 代表人民 做全国选举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对国代的地位 事实上是代表人民 那代表人民呢 那时候的对修宪呢 有创治权 又有固绝权 这一点很重要 那时候创治权呢 就是国民大会 五分之一提议 三分之二吃习 四分之三同意 就过了 创治权 都不必在其他人同意 因为人民本来就有创治权 那事实上立法院呢 本身 并没有做创治权 他不就代表人民 所以立法院等于 是对修宪的提议而已 所以立法院那时候是 十分之一提案 十分之三出席 十分之三同意 成议案而已喔 不算修宪 公告半年 由国代来做护决 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呢 人民有创治权 又有护决权 那委托国代来执行 好 那第七次修宪呢 把国代砍掉了 砍掉完蛋 第一个砍掉呢 把人民的创治权砍掉了 现在人民不能主动修宪呢 包括我们现在的公多法 连宪法跟法律层次公多法 都不准有创治权 所以呢 第一次修宪的话呢 就把人民的创治权 全部剥夺掉了 第二个 国代废掉之后的话呢 把人民的护决权呢 移转方向 移转给人民 那这个是发生很严重的错误 护决权的话 那时候有国代的时代的话呢 是全体国代二分之一 同意就算通过 现在把它移到全民的话 是全民的二分之一 拜托 我就不晓得 这真的是把这个大人的裤子 裤管剪掉三分之后 就变成小孩的裤子 国代要通过二分之一很容易 国代到中央政府开会有钱了 有钱拿了 今天如果人民出来投票的话呢 你像国代这样也是可以拿钱的话呢 我想大概投票率会很踊跃 那现在摆成 有人民直接来执行护决权的话呢 也是比较二分之一 保证 连出投票率都不可能二分之一 通过率怎么可能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第七次修宪的话 那时候也做过一次全民的护决 投票率多少 经过国民养党吹票 两成多额而已呢 所以是把这个大人穿的裤子 剪掉三分之后 就要让小孩子穿 错了 你会国代没有配套措施 所以我都一直强调一点 国代的负解二分之一很容易 因为弃他们拿钱了 人民的负解钱的话呢 他们没有钱拿 所以投票率的话 连三成你都冲不够 你不要想要前提二分之一 所以我是建议 这一点的话呢 是当初第七次修宪 发生错误 应该去补救 第一个 补救呢 恢复给人民 那个创制权 也就是让人民提案 联署 再让人民投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人民的负解的门槛要更改 国代是二分之一的 国代的话 你人民要二分之一的人民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门槛没有改的话呢 永远都不可能再修宪 但是刚好这一次呢 如果国民养党有共识的话 大家同心协力呢 在七月份以前的话呢 这个纠正第七次修宪的错误的话呢 大家有共识 留在那个明年的总统大省的时候呢 经过半年 那个总统大省的大省绑公投 看看富贤的梦过关 以前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 公投绑大省 这一句话是外行话 只有大省绑公投 没有公投绑大省的 大省投票率高 可以冲到几乎八成 那个公投的投票率 三成都冲不到 总会公投绑大省 是大省绑公投 是要修改 第七次修宪的错误 我们主要利用明年的 就是今年的七月份 能够大院能够把这个案通过 到明年的总统大省的话呢 利用大省绑公投的话呢 让富贤通过的话呢 那补救上一次修宪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整个把一个国贷一毁掉 那毁掉根本就没有配套措施 是一个 对不起啊 我今天活龙不太好 是一个完全是错误的一个修宪 好 谢谢各位 谢谢陈茂丛教授 请问还有没有哪一位 是 那个请徐厚伟先生 主席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想我在这里补充几点 就是说 首先 我觉得 我要回应一下 刚刚苏子乔先生 跟李准成先生 两位的高见 有一些我赞成 有一些我觉得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苏子乔先生提到说 修宪必须要配套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的看法都一样 那至于这个配套要走向哪里 走向哪里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好好的想清楚 比如说 在半总统制之下 总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刚才李准成 李准成先生说 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 他是一个国家的统合者 但是我想大家不要忘记说 法国第五共和 半总统制的总统 他除了是一个国家的统合者之外 他同时也是 等于是实质上 行政权的最高的掌握者 而且这一点在很多 法国官方的网站上面 对于他们国情的介绍 总统的介绍 他都很清楚地写说 他是一个最高的行政权 这个词就是说 我是一个持有者 他实质上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前一阵子 德国廉价航空空难 第一个时间是谁跳出来 不是总理 不是交通部长 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 是总统 总统跳出来以后 他宣布了各种措施 然后在总统府之下 注意不是国土交通部 是总统府之下 他成立了一些调查的委员会 跟一些临时应变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再看到前一阵子 那个查理 查理杂志受到恐怖攻击 第一个时间到达现场的 不是巴黎市长 也不是内政部长 也不是总理 是总统 所以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都是属于行政权的一个范畴 事实上法国的总统 他不是说他处于二线 然后让总理去第一线去面对国会 或者说去执行 执行是啦 当然 执行 具体的执行 很多都是依靠政府 但是法国总统是可以直接去指挥总理 甚至于直接指挥部会 所以法国总统的权力很大 那至于说 第二点是说 刚刚苏先生提到说 韩国的总统 他的隔回同意 韩国国会有隔回同意权 那我想要提一下是说 这要配套 韩国的总统事实上权力非常大 韩国总统权力大到说 韩国宪法里面明定 这总统只能够做一任五年 他不能够再连任的 韩国总统的他的设计是说 行政权大部分很多重要权力 都在总统身上 所以呢 总理只是他的执行长 为了考虑到两院之间 就是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和谐 我提出来的人选 我认为这一个人 最能够带领政府团队来实现我的政见 因此呢 让你们来同意 你们觉得这一个人可不可以 他比较属于一种礼貌上的投票 那至于说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有国会的隔回同意权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的总统权力大到怎么样呢 俄罗斯的宪法是我在巴黎大学 第二位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他带领一二十位法国专家 去帮他们起草 所以我很清楚里面的一些设计 俄罗斯的总统 的确他提名总理 提名行政院长需要国会同意 但是国会也可以 国会可以反对 问题是这样 他可以一再的提名 这一个国会反对的人选 国会只要反对三次 总统可以禁制任命 第四次他就直接任命了 而且总统还可以附带 他可以解散国会 俄罗斯的总统是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想说 这样的总统会不会有权无责 为什么他们设计还会这么大 这是因为说 他因为是一票一票 由人民选举出来的 如果你不尊重他这种民意的正当性 那我们还尊重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我们不尊重这个 我们不尊重总统这一票一票的民意 那我们要尊重什么呢 那你全国花了这么多的心力 这么多精神 这么多金钱时间去选出一个总统 结果最后选出来一个 他连挑选他的行政团队的权利都没有 那是怎么样 我们全国花这么多时间 选一个全国的吉祥物吗 不是吧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最后就是说 呼应李同豪委员的这个问题 我想是这样 没有人愿意出现一个超级大总统 有权无责 然后在那边就是 他有任何的行政疏失 或者说他带领了团队不行 然后我们拿他没办法 没有人愿意这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真正要解决的办法是说 加强立法权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比如说吴委员 你们贵院真的可以努力的方向 如果我们像先进民主国家 那国会议员都拥有调查权 特别是拥有调查听证的能力 那我们的立法院会非常强大 三个用功的立法委员 就可以让一个出问题的部会非常难过 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一次阿帕契团 阿帕契团的事件 我们的国会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介入去调查 这个如果是 这种事情如何是发生在法国 我想第一个时间 讲第一句话 喊要调查的一定是国会 那刚刚又提到说僵局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宪法里面 之前已经设定了若干的这个僵局的解决方式 只是说我们的立法委员 可能都比较温良恭敬让 大家不敢提出 比如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总统有权无责 那我在这个立法院 我没有看过任何罢免总统的提议出现 如果说连执政党籍的委员 都有人骂说这总统有权无责 然后剩下9% 那拖着整个执政党往下沉 那为什么没有立法委员敢出来说要罢免总统呢 这第一点 这是总统的政治责任 第二点 就行政院跟立法院中间 去年11月29号 这个执政党大败以后 很多人都说应该要内阁总辞 要大幅更新 就到最后 我们可以算一下说内阁到底更换了几位阁员 总辞变成总流 那我们的立法院也没有任何的倒阁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想 今天我们就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内阁制 内阁制里面解决行政跟立法的僵局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就是行政权可以解散立法院 可以解散国会 国会可以倒阁行政权 那倒阁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相对的反而是总统的解散权 其实这一点都还比较弱 它是被动的解散权 那我们的国会其实是可以对这个表达意见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与其我们去骂总统有权无责 我们骂说这个政府好像跟不上民意 我觉得民意代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秉持他们的职责 应该要站出来 他们的宪政职责是高于他们的一切 因为人民投票给他们 就是希望他们来监督政府 当政府已经到不行的时候 这一套宪政体制里面是赋予我们的国会这样的一个终极武器的 如果说我们的国会连这样的终极武器都不敢使用 那我真的很怀疑说我们内阁制运作的好吗 因为内阁制里面解决这个僵局最终的武器也是这个 那如果在内阁制底下 我们国会不敢要运用这样的武器的话 其实内阁总理会比那时候的内阁总理 因为他有国会多数当靠山 他会比现在的总统还更加有权无责更加可怕 大家不要忘了希特勒他夺权是站在总理的位置上 他并不是站在总统的位置上 以上就是我的意见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杨特杨教授 再来再请严敏事长 谢谢 主席 这个最后一次发言 这个临去秋波 因为刚刚大家谈到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利 我想举1993年的时候 有一本很重要的比较政治的这个书 是有两个学者 一个叫Sugar 跟Carray 他比较了20世纪 这个37个直选的国家的总统的权利 那里面因为那时候1993年 我们台湾并没有直选总统 所以台湾不在这个比较之列 不过我们如果拿他所根据的这两个指标 一个是总统的这个决策权 一个是总统的人事权 这两个指标来做个比较 把台湾现在在宪法里面 给赋予总统的权利 把它放进去来做比较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中华民国总统 是世界超级的强权总统 比刚刚提到的韩国总统 可能权力都还要大 指数 就按照那个指标 1993年的指标 我们的总统的权力 指数1974年的阿耶德政府 就是智利的阿耶德政府 那为什么我们总统 我们家的指标里面 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呢 我举几个我们总统 所享有的权力 其他国家 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有的这个权力 给大家做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总统的紧急处分权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所赋予的征修条款里面 所赋予的总统紧急处分权 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权力 总统不用 不代表总统没有这个权力 因为我们的这个紧急处分权 规定说 总统为了避免国家财政 发生紧急危难 或者是为了避免 这个天然的这种灾害 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一些伤害 他可以动用紧急处分权 我们宪法本文 如果各位再去看一下 宪法本文里面所谈的紧急处分权 是当国家遭逢重大的财政危难的时候 而且是在立法院修会的情况之下 总统才可以动用 可是在我们的征修条款里面 没有立法院修会的条件 也没有这个 你必须要遭逢 遭逢是一个客观条件 避免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一个 我们给了总统多大的权力 那我们就拿这个太阳花的学运 做例子来讲好了 但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时候 我们立法院二十几天不能开会 各位在座人 你们摸着良心讲 这是不是国家遭逢紧急危难 总统可不可以动用紧急处分权 就进行公布说这个福茂 两岸的这个福茂协定 我用行政命令来替代法律 然后我再送到立法院来追认 当然可以这样做 按照我们的宪法 当然可以这样做 所以总统 这是建议我们的总统 比较懦弱不敢做 可是不代表将来没有总统 会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我们在宪法里面 对总统的这个过度扩权的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我们对总统 过度扩权的情况 比如像大家比较熟悉 比如像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 总统或者是行政机构 具有逐项的否决权 这个也是像美国就没有 所以这个也给了总统 相当大的一个权力 他可以你一个法 他可以挑几条出来 他说我这几条否决 那另外一个我们总统的人事任命权 这个按照一些坊间的媒体的揣测 我们的总统大概一任总统大概有上万个人事的任命权 包括一些国营企业的这个董监事啊 什么这些等等的加起来 据说有上万我没有仔细算过 这也是看很多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 那美国的总统四年之内只有三千个人事的任命权 所以总统就是利用这么多的这个权力啊 来这个累积他的这个政治上面这个影响力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讨论我们宪法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不去注意的啊 所以我们讲说绝对的权力使人产生绝对的腐化 那我们总统今天这个低的民意支持度啊 使他很多事情不敢做 也造成我们今天这个政府的一个怠惰的这种状况 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 那这里最后啊我也要呼吁这个我们大院啊 立法院里面对将来的这个宪法的修正提出了很多想法 可是刚刚几位先进也都提到 其实有很多事情啊 立法院自己本身其实可以开始去做 做了这个作为将来在你们再提出修正构想的时候啊 一方面加强人民的信心 一方面证明说你们提出的这些想法是具有它的可行性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导格权或者是解散国会的这个 这个权力上面的设计 这个权力的设计必须要有几个配套 一个就是你的选举不能太昂贵 刚刚也有人提到啊 那我们既然立法院有倒戈权 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倒戈 为什么不敢去罢免总统呢 因为我们最怕的 立法委员最怕的 就是总统反过来说我给你解散国会啊 那解散国会大家一选 那经费都是好几千万甚至上亿了 所以每个大家想到脚底都发麻 那就不敢去罢免总统啊 不敢去做倒戈的这个动作啊 所以立法院是不是可以通过 是可以去修法 严格的来执行选举经费的上限 像以英国来讲 大家都很羡慕英国 可以因为民意的改变 随时就倒戈换政府 可是我们也许很少人注意到 英国选一个国会议员 因为他有时间的限制了 就一个月的这个选举期间 两个礼拜的选举期间 他大概他的金费的发费 只要新台币差不多50万左右而已啊 那他怎么不敢倒戈 他当然敢倒戈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 去做一些思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立法委员可不可以兼任官吏 那我想立法委员自己 要先蒙心自问 我们立法院的专业的形象 有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委员会 都还是像佐马登一样的 大家一届就换一个委员会 没有培养自己的专业 然后将来 就以这样 就将来因为可以兼任官吏 然后就以这个来 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或要挟 那这个只会让人民 对这个宪法更没有信心 也对立法院更没有信心 所以立法院自己本身 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 我们在西方 我们所谓的强大的国会啊 一定会有的一个制度 你要建立一个专业性 建立一个委员会的 专业的幕僚 然后你才可以从这边 再去跟人民要求说 我们立法委员 是不是你们同意 可以兼任官吏 那这样老百姓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对这个 这个立法院的要求 比较会用一个持平的方向来看 好不好以上 谢谢 谢谢 杨涛逊教授 请叶秘书长 主席各位宇和先请 我只简单回忆一下 刚刚那个叶庆元律师 他提到就是 他提出两个点 他觉得听起来是反对 这个这样头条面临这个议案 我想第一点他提到就是民法 为什么不去修民法 有整个配套再来修正 这个修宪 但我想他是律师 他应该不会不清楚 民法是规范的是司法 他是人民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 用这个来绑住公法上 我们已经在公法上 已经认定刑法上 完全行为能力是18岁 那这样的方式来阻碍所谓修宪 这个正当性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青少年工作 实际上非常清楚 民法更难修 因为他会挑战到是 家父长侵权主义的问题 他更会落入所谓的 身心承受与否的争论 我们18岁公民权 所以也定定我们未来目标 是5年内也要来推动 民法下修成年年龄的定义 但是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另外一个范畴上 我认为不应该混为一谈 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是 国家赋予公民的积极权利 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 所以我们在谈的是 只给他义务 却没有让他有享有权利 是这个问题要下修 第二点是他用 如果将来交付公投 总统绑大选 大选绑公投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会出现在 就是说必须要900万人同意 所以他认为这个难度太高 何必这么浪费社会资源 老是动众 就让这个修宪案出去 可是我认为这个是 到国为因 今天如果是修宪门槛太高 难道不是应该 作为政治人物 跟政党的政治责任吗 他应该想办法去修订 去看这个高门槛的 鸟龙公投法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今天只有 透过这个方式 凝聚社会共识 去讨论去争辩 这一个公投门槛对于 绑住了多少 应该要享有公民权利的 这些弱势族群 他们的权利是什么 而不应该用这个来阻碍说 因为很难成案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 给人民这样的一个负权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简单回应这两点 我反对用这两点来论述说 不应该要让 这个投票年龄下修 谢谢 谢谢A民事长 请黄高中律师